第341章十年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对凡人来说 一个巴掌便能竖过来 对李基这样的筑基修士 恐怕就要加上双手双脚了 这十年 李基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比如雪峰山顶上的雪环一家子 两只大雪环 带着三只幼崽 从一开始的冲李基愤怒咆哮 抗议他侵入了他们的领地 到后来的也能和平相处 再到最后三头幼崽 已经完全不认生地向李基讨要食物 进湖里有只老龟 每到月色中天时 都会浮出水面吸收月华 李基出来时还躲避着不敢露面 慢慢地也能和他共用月光 点头致意 李基猜测这老家伙 起码活了数千年 有些神异的本领 但本性温和胆小 是个看不穿底细的家伙 也有本性凶残的 一头迎被苍狼率领的狼群 两只青宁 都是附近山林的王者 出生灵智 但也没有过于强大的妖兽 强大的妖兽 必然有他们与众不同的环境 指望小溪流养出大鲨鱼 就很不现实 最重要的是 蝶翠星被玲珑倒批为体系之内 数千年间 也有无数的高阶修饰探保寻奇 像盲兽这种好东西 早已被扫荡的七七八八 剩下的有限数量都躲进密林深处 越是高阶 越是有灵智的 越是躲着人类修饰 那些只凭本能行事的凶兽 又哪有什么修为 十年间 李基友参加了两次定品 他的品位也由三品升到六品 再到九品 理论上 他完全有资格选择更好的地方 去争取一下那些所谓的肥缺 但李基没有这么做 仍然留在蝶翠星 留在青碧城 甚至放弃了留在苍山剑道的机会 古字里 他不喜欢约束 阿九只见过一次 还是五年前的那次定品 他当然没什么变化 除了有些胶着 人类若变机灵了 就容易想东想西 气灵阿九也一样 有时候李基就想 如果阿九还是以前那样浑浑碌碌 是不是更好些 最近的一次定品没见到阿九 运气不好 玲珑塔林最终也没把李基传进清空关口 这是很正常的几率 但李基有些担心阿九的情绪状态 没有了他的子清灵机 那家伙只会变得更胶着 更不安 这些问题 李基也暂时无能为力 好消息是 在近湖畔多年不懈的努力下 他终于成功领悟了木盾 从此五行盾树中他已经掌握了三种 这让他的盾树有了飞跃式的提高 掌握木盾的意义 并不仅仅是在木形环境下的盾法速度 更重要的是 五行盾法中互相关联 相辅相生的融合 金 水 木三种盾法 在五行中已经过半 他的盾树也不再是单纯的互相切换 而具备了某种内在的 更深层次的联系 杨角树 猎二拆三 化剪观星也一一修炼成功 虽然还不太熟练 但这只是戏之末节 以后有的时间去锤炼这些技能 李基反倒觉得 这十来年的时间里 他最大的收获是心境的通生 完全摆脱了长时间 在九宫界中慢慢滋生的一股体系 变得更平和 更淡然 这一点 从镜湖周围很多有灵性的动物都愿意和他接触就可以看出来 要知道 他刚来镜湖时 那骨子掩饰不住的杀意让很多敏感的动物都不敢走进镜湖饮水呢 李基准备回返玲珑本周 不是他晋级私动 而是林家在小城有了些麻烦 据说哪怕报了他李基的名号好像也不太好使 只因小城新来的道都市民新进的金丹修士 正是值得一买 意气风发之时 才踩住机修士的面子也是很正常的 虽然嫌麻烦 李基还是遵守了诺言 他最近心中也有些浮躁 久久不能寻到回归清空的方法 影响的可不仅仅是阿九 其实也包括他自己 道都这样的职位还是比较随意的 尤其是当你不愿意管事时 实际上像李基这样的道都 是最受土著欢迎的 他们讨厌的是那些喜欢指手画脚的 明明没有实际行政能力 却偏偏要做出一番成绩的家伙 限制外星道都自由往来的 还是高昂的星度费用 有些贫瘠的星体 往往搜刮数年 还不够一次星空旅行用的 但李基不缺费用 他缺的只是回反的心情 迟来年间 燕姓真君没有再找过他 仿佛已经忘了玲珑界 还有这么一个抑郁客 李基也没有主动联系燕姓 或者那个广真人 他有自知之明 不会把他人的客气 当成自家炫耀的本钱 并由此贪得无厌去亏 玲珑道的内裤 一切还要看他能走到哪一步 你能达到足够高的境界 那么是你的依然是你的 如果中无所成 现在拿到了 迟早也有加倍吐出去的那一天 再说 他现在积蓄的材料 已经够用很多年 天狼心欲 这些年和玲珑道之间 大争端没有 小摩擦不断 基本都发生在 比较偏远的星体 距离叠翠星 这样的中距星体 还差得很远 修真势力间的战争 便是这样 扑扑拉拉 都在等待时机 鉴于修是漫长的生命 这一等便等个数时尚百年一点也不稀罕 也正因为如此 为怕刺激到天狼人 玲珑道也一直没派李基这头老虎出战 就是担心控制不住局势 离开前也没什么好交代的 说不定下个月就回来 星碧城主那里李基是提都未提 这十来年间除了几次大型的祭祀活动外 李基与他根本没有任何交集 唯一不好回避的是巨木曾经担到都那里 也不过是打个招呼 李基十数年没私自回本州 偶尔回去一次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登上星渡船时 李基忽然心中一动 回首叠翠星 仿佛是看他最后一眼 他有预感 似乎 未来很长很长时间再也回不到这个清脆原始 气息宜人的心体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在大自然中待得久了 便有种种的直觉应念了吗 还是说 回去之后 有机会寻到返回清空的机缘 李基惆怅满满 还没和那头老龟道别呢 第342章小气的经单 林家阿翁以为要用到李基时 大概是在自己生死之后 但他没想到的是 现在他还活得好好的 就有麻烦找上门 还是他无法解决的麻烦 巧合的是 新晋金丹也姓林 林家阿翁认为不管怎么说一笔写不出两个林字 他想得不错 那林姓金丹也这么认为 所以 他叫的林家铺子应该有他的一份 最近这些年 因为玲珑道整肃道内浮夸的经商作风 故此苍山内的房市被大幅度削减 拆迁 以图出苍山修道圣地的主功能 这也不知是哪位老祖艺拍脑门想出来的家生僻 虽然怨声载道 可该走还得走 除了少数根底实在太硬的房铺 一些普通弟子为生计而开的铺子都不得不另寻他地 修行要继续 该有的交易也不可能因为人为的命令而消失 于是大批的修真用品商铺开始向苍山周围城市转移 小城离苍山不远 才千来里 地理位置上很占优势 于是一部分商家就把目光投向这的以前一直名声不鲜的城市 商铺多了 慕名而来的客人也多了 小城中方铺的价值大大提高 林家的几间商铺地理位置不错 这几年没少为林家赚零食 但也正因为这样 才更遭人演技 这一次终于有人出手了 在玲珑上解开修真用品店铺 凡人是做不了这行的 身后必有修饰支撑 小城修真房市原本就一条街道上有数十家 现在一扩充 街上百余店铺皆被修饰改造成售卖修真用品 这样一来 林家几间店铺就变得炙手可热起来 本城的道都有了想法 能找到的借口实在太多 比如卖家货谁都在卖 行业前规则 这个行业就靠这一手吃饭 别说这里 苍山中的房市一样嫁货横行 也没见人管 林中行也被道都辞了 他们这样刨腿打砸的没有正式的身份职位 换得道都就换一批人 实在是在金丹修士面前说不上话 万般无奈下 只有找李基这条大腿 林家阿翁小心翼翼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偷偷观察着李基的神色 在他和李基的约定中 可没说如果对方是金丹的话 也需要李基强自出头的 所以老头儿心中有些忐忑 不知道李基是否真的愿意为林氏出这个大头 现在的李基 其实已经并不需要林氏远亲这个身份了 李都录到了艳姓那里 还有什么好隐瞒的 问题是 这些事情 夏曾修士并不知道 无论是艳姓还是他 都不会把这些隐秘宣扬出去 所以该遵守的诺言 他不会因为对方实力强大而反悔 这是做人的原则 一个心境精丹 不是李基狂妄 还真没被他太放在心上 纵不生 也输不到哪里去 而且 他有预感 这是似乎并不像外面表现的那么简单 无妨 我去见见这位道都便是 玲珑本周的道工和外星道工的风格正好相反 在外星体 道工一定是当地最高大最气派的建筑 以此来彰显玲珑道的存在 而在玲珑本周 则完全没必要搞这些面子工程 玲珑道的威严深入在每个玲珑人的骨子里 也就不需要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所以 玲珑本周的道工是很随意的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也没有修士愿意在这方面花大力气整修 都是将就着过 除了这片宅院看着够大外 其他的反倒显得有些破败 等不破败麻 小城离苍山这么近 道都修炼当然会跑回苍山蹭灵气 谁没事带着地方修炼 李基在道工外和当值的散修说明了来意 那散修不敢怠慢 十分抱歉道 上修来的时间却是有些不巧 领都每日都是深时末才回 现在才已时出 不如上修晚些时辰再来 小的给您通报着 必不会误了上修大事 李基点点头 那金丹必是跑回苍山洞府修炼去了 这散修道不会欺瞒于他 毕竟他也算是玲珑道直系弟子 这些散修是不敢得罪的 在街上转了转 书无乐趣 干脆遇见只飞苍山 他现在还可选择一门术法 不如便借此机会 去了再说 十多年来 他并未放过物件堂的藏书 两次定品 除去轻松参加战斗外 他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物件堂这里 对这里的藏书术法可谓料弱执掌 并不是胡乱选择 通过这么些年对自己的反思 战斗体系 攻法体系 辅助体系都有了足够的认知 也逐渐坚定了心中的某些想法 攻击剑术他现在不缺 轩辕的精锐中型剑 精魂刺 空月杀剑 玲珑剑道的阳角术 列二拆三 化剑为牢 已经完全足够支撑他一场战斗 尤其是后三门剑术 使用还不熟练 有大把的提升空间 也不宜再去多学其他剑术 防御手段同样如此 他现在以五行剑一为主要防御手段 目前已练成精剑一 土剑一 便是火剑一的进展也十分快捷 估计再有个三 二年便能攻城 有如此顶级的防御手段 又何必再去练那些层次不够的术法 再加上他的雷火断精身 基本已经形成了完善的防御体系 没必要再去化蛇添足 剑修 最终还是以攻击为首要目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数百种辅助攻法中 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术法 玄圆破旺之法 这是一门眼术 不过境界层次 却是远高于李基一直在修炼的紫荆铜术 紫荆铜术是眼术正法 再远 再为 但在一些邪修的结界中却用处不大 李基发现 很多专精战斗的修士 往往都有某种结界护身 比如血河道的血河界 还有很多其他的 鬼物 阴鸣 陶杖等等 甚至连玲珑道都有着名的修罗场 在这些地方 六世不畅 神世不窄 一进去必然面临耳聋眼瞎的境地 李基赶闯血河界 是因为阿九告诉了他血河道的根本法 但其他结界李基可不会硬闯 如果飘在外面 结界中的情况观察不明 又如何攻击 全员破旺之法就能补足这方面的短板 此法修炼不易 难在几种罕见的俯材上 但李基现在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那些古怪的材料 所以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门眼术 第343章 见到同道 李基取了玄圆破旺术 出雾剑堂 去到自己的洞府看了一圈 没什么异常 静置法阵一切正常 于是出的温泉风 向小城回反 回城路上 隐约感觉到前方20里处 有一道遇见急速略过的尾姬 20里 早已超过了他神世辨识的范围 但掩饰在此时却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此时天尚未黑 隐约间能看到一个黑点 在夕阳下游起的明显 应该是个温泉风剑修吧 看他飞行的方向 倒是和自己一致 李基起了心思 遇见直追 却发现以自己快如闪电的遇见速度 竟然不能拉近双方的距离 毫无疑问 前面是个惊丹剑修 这一路风驰电撤 不到半个时辰便回到小城 在李基的目视下 那道剑影一收 竟然也目入小城中 李基心中一动 若有所悟 李基直接落在道宫前 守门的散修看到他 脸上堆起了笑容 上修 您来得正好 灵都刚刚回来呢 他这里话音未落 远远的建筑中传来一个声音 可是李基失职 可过来一续 李基拒绝了散修的殷勤 自己寻生向宅院深处的一厨草堂走去 草堂门口 一年轻道人覆首而立 眼神犀利 浑身散发出只有京丹境界才独有的威压气势 李基上前二步 长吉道 见到弟子李基 见过灵归师赎 在灵龙道 住基是弟子 京丹便是师赎 这是规矩 不分年纪老幼 其实在清空也是一般的规矩 这个人 李基可以确定 便是回城路上在自己前面遇见的人 小城的新道都 是名玲珑见修 所以 他不是在找灵家的麻烦 他根本就是在找自己的麻烦 李基在门中 也偶尔听说过这个人 天资卓绝 是天生的修道胚子 而且 他的师父 正是剑道经丹之手的秦剑道人 李的速度很快 我竟甩不开你 灵归根本不提灵家之事 仿佛完全不知李基的来意式的 李基也不提 他知道 那不是重点 师叔不过是在考验弟子罢了 以弟子的功力 若师叔全力预见 弟子恐怕望尘莫及 灵归洒然一笑 不再提此劫 我听说 十余年前 你便能斩杀天狼金丹 偷袭而已 侥幸的是 自始至终 他都没缓过手来 李基不卑不亢道 这灵归来者不善 也不知是不服李基的战机 还是想为师父情见到人出口气 或者 坚而有之 他即处心积虑地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又来 李基自然也没什么客气的 无非是想教训自己一番 在见到众人眼中 自己应该是个目无尊长的人吧 哦 能让金丹修士也缓不过手 这份本事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不如 师侄做出来让我看看 灵归口气是咄咄逼人 李基哪吃他这一套 对这种在山门里关起门自以为是的骄傲小攻击 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弟子敢不奉陪 两人纵起身形 直入千丈高空 二百丈外向对而立 灵归一脸的骄傲 我便立于此处 你可随意攻击 我若移动 便算我父 若你接不住我的飞剑 还要出生才是 莫要成强害了自家性命 李基一笑道 弟子境界低违 恐怕要出权力 还望师叔谅解 灵归不耐烦的一百手 你自顾好自己 其他的自由我来掌控 灵归是为了他师父 闭关九年 忠诚经丹 出来后才听他人说起此事 对一名铸鸡剑修能杀三十余名天狼修士 他是压根不幸的 别说是剑道弟子 便是当下玲珑道实力最强的几名法天道 阴阳道铸鸡修士 恐怕也绝无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传言总是夸大的 灵归是这么认为 本来这事和他也无关 偏偏听人说起这李基竟然不听师父劝告 擅自在了灵几百摊垮见到脸面 这就让他有些耿耿于怀了 知道李基的根子在小城 他这次出关后正好分配在小城助手 便对临时开刀 以吸引李基到来 也好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 否则他躲在蝶翠星 自己哪里找他去 这些事情剑道人并不知情 灵归觉得自己已经精丹 有些是完全可以自作主张 没必要事事报于师父定夺 如此便有了今日这个场面 他当然不可能杀这个同为剑道的失职 如果他现在还是助机修为 可以选择公平教计来扫他的面子 但现在自己已经是精丹了 怎么好意思向低倍弟子提出挑战 也只有用这种台面下的手段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百战外 对方标来一剑 速度很快 非常快 快的在剑道同门里 所有助机修士都根本达不到的速度 快的和他这个精丹的剑速都有了一拼 这人怎么做到的 心中不解 但并不耽误他发剑阻敌 从双方飞剑交集的力度上来看 对方不如自己 但也绝对在水准之上 问题在于 怎么又飞来一枚飞剑 不 是一串飞剑 高境界修士在面对低接见修士 甚至可以做到大秀一挥 烟消云散 但这不代表灵规也能做到这一点 他才入京单三 五年 境界才刚稳固 而对方却是注机大圆满的修为 而且法力格外的强横精粹 双方的差距远没有达到他想象中的那种地步 出入京单 还没有修成任何一门属于京单修士的大威力剑术 更尴尬的是 他还作俭字符的承诺不会移动 瞬息间 灵规做出了判断 虽然他从不使用法 灵气 但一般基础的五行术法还是练得金属的 这也是玲珑剑修的一大特点 挥手间 一面土墙树立在他的面前 紧跟着就是一连串扑扑扑的飞剑钻入土墙的声音 还没等他缓过一口气来 剩下的飞剑左右一分 绕过土墙向他袭来 怎么这么快 这家伙一袭到底能出几件 从方才短短一袭中 对方已经连出七件 而且毫无制色停顿之改 十分的流畅自然 这对灵规来说 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第344章郁闷的灵规 灵龙剑修从来不注重剑平 对他们来说 唯一追求的 就是如何发出惊天一剑 他们认为短促急速的发剑方式 在战斗中无异于隔靴骚痒 在伤害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故此 从来也不注重在这方面的修炼 判断一鸣剑修是否是强者 他们更看重这样的指标 你能在几席内完成激发一次阳角数 或者裂二拆三 是五席 还是三席 这样的剑道理念下 纯粹普攻状态下的剑平 就有些低的可怜 能达到一席五件的 已完全是天赋的因素 大部分人一般也就能保持在一席三件的水准 灵规能做到一席五件 但这还是他结的精丹后的水准 这就很尴尬了 单平暴飞剑不能完全阻挡里击的攻击 还是要时不时的发个术法 虽然灵规的飞剑威力要强大的多 但并不足以在集散里击飞剑后还能继续飞向对方 这么一犹豫 对方飞剑的速度却越来越快 隐隐有雷暴声夹杂其中 剑上的力道也越来越重 而发剑的频率却仍然稳定的可怕 不能移动 把灵规的手脚牢牢的绑住 这意味着他必须对每一枚来袭的飞剑都做出反应 在一席内 可以用自己的飞剑对调对方的五枚飞剑 剩下的两枚便需用法术解决 灵规很快意识到这种情况 对自己很被动 他没有时间去发动自己最拿手的仰角术 这需要额外的三席时间 而现在的他 全部精力却被绑在应付对方无休止的攻击上 他从来没想过 当建平高到一定程度时 应付起来会这么让人别扭 不致命 却让你疼不出手来 他终于明白了这个李基那句话的意思 他没有缓过手来 灵规决定改变下方式 手绝快速碾动中 一面大型水墓把它包围起来 湛蓝天墓 水系精丹防御术法 水墓如润而深厚 不予损伤 只要补充法力 就能一直保持下去 是对付类似飞剑这样的单体速攻格外有效的防御手段 解决了防御 他开始攻击 一席五件的最高频率的攻击 他没法用仰角术 因为他需要把一半的精力 法力 神魂放在维持天幕上 这样的状态发出仰角术 威力比普通飞剑攻击也强不到哪去 没有意义 他要观察的是 对方对他飞剑的阻挡 是否能做到一剑对一剑 如果做不到 他的优势变回来了 或者 对方会移动 出手前自己承诺不移动 对方可没如此承诺 但这是个骄傲的小剑修 哪怕对自己这样的精丹修士也毫无敬畏之心 不知何时 灵归已经忘了站在眼前的不过是个区区助击修士 而是把对手放到了和自己一个层面上 他希望对手不要移动 灵归即如愿 也失望 如愿的是对手果然一步不移 失望的是对方一剑对一剑 硬生生地拦住了自己的攻击 雷霆爆裂声中对手的飞剑威力再一次大幅提高 这是什么剑法 出剑带雷 灵归很困惑 他认为对手不能长时间这样坚持下去 那种雷霆爆发也不可能持久 他再一次失望了 一刻种过去 对手的飞剑丝毫没有衰竭之感 反而似乎越来越强盛 灵归不断地改变术法 让他郁闷的是 无论怎么变化 他都无法改变需要一席间应付对方七剑这个事实 这个事实 让他根本没机会发出自己的至强一剑 李剑到了这个地步 他已经不会怀疑此人一次斩杀数十天狼修士的传说 而是代之以更深的疑惑 他不是投一次剑是这样的剑术 十多年前 在一次定品清空关口时 他就是被这样源源不断的飞剑所击败 那时的对手是 清空剑灵 难道这个李基师从清空剑灵 灵归不得不做如此猜想 可是这又怎么可能 清空剑灵又怎么会在玲珑上借留下的道筒 而且 此人的剑术更在清空剑灵之上 静丹修士的心境应该远在筑基之上 可长时间的对质 憋屈却让灵归心里慢慢的失衡 这种结果 其实在他斗剑前豪言绝不移动时 便已经肿下真正的剑修不应该束缚自己 更不应该带着情绪和他人斗剑 他只是把剑道当作玲珑九道之一 用施展术法的理念来修习剑道 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剑道是杀道 不是比给人看的 眼看灵归的节奏开始露出一丝凌乱 不复开始时的严正周密 李继唯唯一笑 忽然停下攻击 灵归想也未想 长时间的郁闷让他迫切地想发出一剑来宣泄心中的郁节 二 三席后 一声龙鸣般的笑声中 一道霞天地之威的剑光骚然向李继斩去 虽然在千丈高空 如此大的冥想还是惊动了小城所有居民 见多事广的他们知道这不是打雷闪电 而是友善修在高空斗法 速闪 李接不下 灵归剑一出霓丸 神志为之一清 知道此剑不妥 急急提醒道 李继唯然不动 他早就在等着金丹的这一剑 希望从修习此数数十年的金丹身上 了解并印证自己对杨角树的理解 龙鸣声芳喜 停滞树袭的雷霆报应大圣 始于梅飞剑带着一股一往无前的锐意迎头对冲 投三枚飞剑丝毫没对杨角飞剑造成影响 随后的三枚则对他产生了一丝迟滞 再三枚使他威力大减 然后被紧随而至的三枚飞剑集赛 还有最后一枚飞剑 没了目标 一闪没入夜空中 灵归痴痴旋力空中 不敢置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合着斗剑斗了半天 人家才不过施展出一半的实力 如果此人一开始便使出一席十三剑的频率 自己该怎么应对 要么等死 要么顿开 无论怎么做 自己都输了 可笑自己在战前还夸下那般海口 现在真正是无地自容 虽然对剑修来说 无法移动基本就限制了大部分的能力 问题是 对方也没移动 一个筑机剑修和自己这个金单在完全公平的环境下对剑 仅半个时辰 自己竟然毫无办法 这要说出去 可有人性 自己最后一极 可谓是憋了许久的巅峰一剑 就算是这样 也被此人轻松接下 真正生死搏杀 自己又拿什么能威胁到对方 灵规感觉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剑修信念在崩塌 第345章 凭空论道 有些失神的灵规缓缓凭空坐下 两久 才双眼放光地看向李基 如此剑术 可有说法 无他 为基础而 李基淡然作答 基础 基础 竟然如此可怕 灵规难难道 又带着一丝蜥蜴的望向李基 该如何做 无他 为秦耳 日出万剑 其平自速 李基可不是在欺瞒于他 简单的东西做万变 就不再简单 就像他自己 现在每日出剑十万次 这是最低的标准 对这个所谓的失俗 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先前的乐感 看得出来 这也是个吃鱼剑之人 说不移动 就不移动 算是言而有幸 急出羊角一剑后 没望提醒自己躲开 说明并不是恼羞成怒之人 这就很不容易了 文艺的玲珑道 并很容易出类似文艺的修饰 有些呆 有些痴 有些固执 但也有一份赤子之心 话又说回来 没这份心境 他又凭什么进阶精丹 李基 我关你剑术 与清空剑灵即似 可是同出一支 灵规好奇道 不过很快便意识到了其中的不妥 若不方便 你可不必回答 是 清空剑灵剑术 与我一脉相传 李基也不隐瞒 也没什么好遮掩的 他在这方世界只要一出手 瞎子都知道和剑道本传是两种路数 为何 我的意思是 这如何可能 一个清空世界 一个玲珑上界 你 你是如何勾搭上的 这灵规有些口不择言 李基理解他满心的好奇 不过还是一口打消了他刨根问底的念头 此事艳性真君也曾问起过 故此 不得真君法御 请恕弟子不能名言 灵规张嘴无言 此事他听人说起过 勒灵极后广真人直接带走了他 这事不嫁 至于说了什么 谁又猜得到 于是他问了一个更技术性的问题 清空剑术体系 与我玲珑剑道有何不同 如你所见 清空剑术的根本 就是让飞剑填满对手的每一寸空间 每一丝时间填满空间 时间 对啊 何必实时追求威力无比 让他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去发挥最擅长的 也不是为一种好办法 灵规还在那里物质思索 李基却提醒道 任何一种大道 都离不开平衡两字 掌握了分寸 就掌握了主动 剑术同样如此 无论是清空无差别急促攻击 还是玲珑剑道的追求 一级挟带天地大势 都是偏颇的 审时度势 林阵发挥 在连绵攻击中的突出骑兵 才是王道 尿灾思严 灵规一个肥急 李基你今日一言 结我多年之祸 李基欠身让过 师叔客气了 不过弟子小小的感悟 也不敢说一定便是如此 林规大笑 一扫方才低迷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林规今日自取其入 怨不得他人 你也莫要叫我师叔 我当不起 你是我师叔 说完 也不回头 跳下云端 要无所踪 李基摇摇头 这文艺人还是面皮太薄啊 也没回小城 直接奔温泉风而去 两人从头到尾都没提起过小城灵氏之事 仿佛这与他们无关似的 第二日 林道都招去林中行 替为长使 在他不在时全权代理小城事务 自己却借口境界不稳 虚回温泉风调养 其实是去尝试李基所说的另一种建树体系 林氏缓过这口气 家族终于渡过难关 很可能还能再上一层楼 再找李基感谢 却哪里还找得到 李基没有急于回返别翠星 因为冥冥中他总感觉有大事要发生 但又无法具体判断究竟是什么 于是便在洞府留了下来 其间林归道人又来找过他几次 或是剑 或谈悬 李基也没有藏丝 除了传自轩缘的剑术不能轻易传出外 一些基本的理念他都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都说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其实这是不对的 知道是一回事 未来的路怎么走又是另一回事 轩缘剑派数百内剑弟子都知道这些道理 可又见谁能强过他李基了 理念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机缘 是剑士 李基发飞剑速度超过音速 指着一点没有前世的知识又怎么能办到 这可不是单单努力就能做到的 还有九宫界的机缘 时间比例的存在 又有谁能真正上百年的进修剑术 又有谁有机会得到雷火断精深的条件 灵归在努力 也永远达不到李基达到的程度 但即使这样 令一方世界剑术体系的补充 还是会让他实际斗战能力有大幅度的提高 这是后话 李基也没忘记提醒他 需要强化激发飞剑时所经过的脉络 这方面 玲珑道方法众多 金丹修是也自有金丹的能耐 道不需要叫他具体该怎么做 李基也不吃亏 金丹修是全面的知识面 让李基懂得了很多东西 理论上来说 灵归竟然是他修行以来 交流最多 最随便的金丹修是 尤其是关于羊角术和列二拆三 站在金丹修是的位置看问题 往往更深刻 更易针见血 对李基的帮助极大 对于是的理解 对于神魂的应用 李基从中获益非浅 这就是有师父的好处 一些像灵归这样在师徒体系中培养出来的修是 基础知识非常扎实 什么该做 什么要避免 师父都会提点得清清楚楚 能少走很多的弯路 但同样的 可能也会失之僵硬 教条 不懂辩通 缺乏创新 总的来说 李基还是很满意自己修行的方式 倾听他人的经验 走自己的路 这样的路 会走得很扎实 李基请教的重点 还是在如何成就金丹上 为此 他和灵归做了很深入的探讨 遗憾的是 灵归的经验帮不上他多少忙 因为他们修习的根本功法不同 灵归修行的主功法是定路尺素真诀 而李基修炼的是黄庭内景经 根本是两回事 而且定路尺素真诀走的也是法修一脉结单的路数 只不过因为与剑修功法并不冲突 所以才被选为剑修三个主修功法之一 李基也很奇怪 一心痴迷于剑的灵归为什么会选择定路尺素真诀 而不是更纯粹的剑圆真解 问到他时 灵归只是苦涩的摇摇头 搞得李基也不好多问 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遗憾吧 修行途中 谁又能做到一直的随心所欲呢 第三百四十六张值 李基在温泉风自家洞府一直待了三个月 也没遇到任何预感中可能会发生的事 这让他不得不对自己的直觉产生怀疑 也不能就这样一直在温泉风蹭下去 虽然也没人会多说什么 但既然担了蝶翠新的直思 终不能太过分的脱港太久 他定好了下一班开往蝶翠新的新渡船 准备回去再做打算 新渡船开船那一日 李基收拾停荡 脉步刚一走出洞府 却发现空间骤然一变 仿佛走进了另一个空间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李基 我给你带来了远方的消息 李基一愣神 下意识地就想到是不是遇到了外敌 有人侵入了他的洞府 随即便回过魏儿来 李是直 那个转声盘 对老人家要尊敬些 至少称声您不委屈你吧 或者 你也可以叫我直老 老直的声音还是那么万年不变的平静 平静的似乎连音韵都是一个调子 好吧 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玲珑上界好像距离清空不是一般的远吧 而且 如果我记忆中没错 现在距离豆腐庄离去才不过四十六年 李宁说的一甲子还差十多年呢 老直的声音毫无波动 对你来说 玲珑界便是永远也达不到的距离 可对我来说 这点距离不过是动念间的事 无非是多想几席而已 此次见你 我正是唯应我当初的诺言来通知你 那位昆修 已经转世成年已 什么 已经转世 还成年 我记得很清楚 当初您可是说会在他十六岁时通知我 并且有一甲子的间隔 难道现在的天道轮回 都这么不靠谱吗 是的 要允许天道犯错误 有偏差 天生万物 宇宙周转 又哪有十全十美的呢 我当初也是说的一甲子左右 这左右二字 你不懂吗 临这一左 便左了十四年 李姬不满道 非也 如果仔细算来 可能左的还要多些 老直没有任何抱歉的意思 仿佛一切都是天意如此 什么意思 李姬警惕起来 因为一些你理解不了的原因 出现了较大的疏漏 我承认 有一部分我的原因 事实上那位昆修 我应该在十二年前 就感应到他成年后的讯息 现在虽说有些晚 好歹还没晚太多 十二年而已 您等等 我要算一下 十二年前他成年 也就是说现在他的年纪 已经二十八岁了 这 这 这年纪孩子都进学堂了吧 您现在通知我 不嫌太晚了吗 李姬心中真正是个硬道极点 这个时代 这方世界 女子绝大部分都会在二十岁之前成婚生子 难不成自己跑去杀覆灭子夺人妻妾 这样做的话 九世情缘不就是个笑话了 那是你的事 与我无干 不过也有好消息 那昆修重生在清空北域寒州 你倒是方便找寻了 李姬大怒 找 我找个屁 我现在在玲珑上界 他是重生在北域 还是东海 西沙对我来说有意义吗 腾树都回不去 还什么好消息 李姬知道 因为这些和这老货 着急上火根本没有意义 插着无数个境界的两种生命体 你能要求什么 能拿它怎么办 也许是自知这个承诺 确实有点偏差的离谱 老直罕见地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作为补偿 我可以想个办法帮你回反清空 李姬一愣 他的感觉竟然应验到这个地方 真正不可思议 不过想来也是 恐怕也只有这些 活了多少个纪元的老东西们 才能自如地穿梭虚空 不过他还是想错了 回反清空一事 还是要着落在 玲珑君那个老家伙身上 我有依法 有期 八成把握 不知你可愿意一事 李姬不解道 以您之力还做不到 还需要玲珑塔铃出手 我非真身在此 虚空超远距离传颂需要莫大伟力 我已区区神念化身又如何做得到 不过你不必担心 我与玲珑君那老或相识数百万年 知道他的跟脚皮性 你依我之策 还是很有把握的 我听人说 玲珑塔铃已经沉睡上万年 您确信能把他唤醒 李姬有些怀疑 玲珑塔转生盘 这两个老货恐怕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他们是什么关系 谁更厉害些 这些礼迹完全搞不清楚 你永远也换不醒一个装睡的灵魂 老直慢悠悠道 我也不怕告诉你 我与这老货纠缠了多少个纪元 用你们人类的话说 最了解你的 往往是你的对手 这老货是睡非睡 装睡真睡 谁又说得清楚 你彼时只需进入玲珑塔清空关口 到时我放开神异 只需在玲珑塔本体附近一现身 这老货受惊之下 必定把你传回清空 就这么简单 不需要材料 资源 灵域等等法物 李姬有些吃惊 你以为呢 在玲珑君这等存在看来 你一个小小筑基修士 又有什么能拿出来让他看得上眼的 别说你 即便是玲珑道的内裤 又何曾能入我等的眼 拿法物来交换 真正是可笑 李姬不理会老直的嘲笑 很认真地问道 直老 人命要紧 这可不能开玩笑 如您所说 数百万年来 您和那玲珑君的关系 可不怎么样 如果他醒来 不是把我传走 而是就地化为灰灰 这可咋整 李太清看我等这样的先天领宝 我等形式 只已对自身因果利益为先 你以为如你人类一般整日便知道打打杀杀 那玲珑君感觉到我的到来也不会行转 却会下意识地把所有不稳定的因素复归原位 你即来自清空 他必然把你送回去 以免你留在这里干扰天机 这才是玲珑君的行为方式 传回清空九宫界 当然 从哪儿来 便回哪里去 不过从此之后 玲珑君将永远不会再拘束九宫界 玲珑来玲珑参与定品了 李基听得真切 若有所得 必有所失 玲珑君不再信任清空来客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 问题是若真这样 阿九就再也得不到紫青玲珑 也不知道那胖子会不会就此便傻回去 第347章临别 直老 还有一事 须得与您分说 李基并未太多考虑阿九 他不是个可以把他人利益放在自己之上的圣人 阿九的问题不是急迫的问题 以后有大把的时间 数百甚至上千年来解决 而李基的问题确实需要马上解决的 错过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 媳妇都快30了 能不着急麻 再说了 就阿九那垃圾的斗战能力 没有自己替代他出战 恐怕来了也就是个打酱油的角色 不如不来 随后 李基把阿九的情况和这老货说了一遍 对这件事 老直却没怎么犹豫 小九 不 和我确实有些渊源 没成想现在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 境界已经掉到京丹以下了麻 无妨 带我回去后 叫他个法子 就算不能恢复旧官 便保持现状还是很容易的 这呆货 跟了他主人那么久 也没学到什么真本事 也是个废物 李基没参与置评 虽然他很同意老直的说法 作为后天领保 阿九确实混得惨了点 不过话说回来 阿九如果无比了得 那又有他李基什么事 直老 我先问好 这一次我媳妇重生 您足足提前了二十六年 下一次 不会再这么不靠谱了吧 老直不耐道 什么叫我提前了二十六年 这是天道干得好事好吧 不过区区二十余年 你就在这里叽叽歪歪 天道映成我的事那一件不错 开过数万年数十万年 老夫我说什么了 老直蛮不讲理的比较 竟让李基无言以对 这老家伙的计划听起来是漏洞百出 一切设想的基础竟然是某个先天领宝睡梦中的本能反应 这对李克出身的李基来说完全不能接受 但他又有什么办法 在玲珑上借他已经停留了近十五年 他还有几个十五年可以蹉跎 现在的豆腐庄正是徐娘半老 风韵犹存的时候 再晚些回去 怕不得连孙子都抱上了吧 到时需要灭口的人又得多出几口子来 真正是让人为难 在玲珑上借这些日子 他也算想清楚了 像虚空幅度这种事根本想都不用想 是连真君都望而生畏的距离 要想离开 除了依靠这些活了多少个纪元的先天领宝 也无他图 直老 如此 我只需进入玲珑塔清空关口即可 原则上是这样的 你若进到其他世界七灵在玲珑塔的关口 有可能被送到其他一界 这一点 莫怪我事先没提醒你 晓得了 不过直老 你说的原则上是什么意思 那要是原则以外呢 我怎么叫的无论是天道 还是你们这些先天领宝 好像都不太靠谱呢 双引号双引号 李姬回了趟小城 他是个严谨的人 即要离开 在玲珑上借不多的首尾就需料理清楚 在这里 他没什么朋友 见到那边也没什么好交代的 说实话 也不知该怎么交代 藏头落尾的 大家都尴尬 不如不说 唯一一个可算一师亦有的灵规 这段十日正字闭关苦修建平 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修行人终归没那么多的儿女情长 未来是否还有见面之机 也只能看各自的缘分了 小城是他需要交代一下的地方 没了他李姬 林家阿翁一走 立刻就是个败落的下场 所谓善始善终 虽然在玲珑到后期 基本已与这个家族再无瓜葛 就连最初的身份帮助都变得可有可无 但李姬不是薄情之人 最开始 自己最无助时别人提供的帮助 他很看重 林家阿翁的书房内 老头心中有些忐忑 三个月前解决了店铺问题后 他就想找个机会当面感谢 但却寻不到人 本以为这是精英修士特立独行的一贯表现 但没想到三个月后 李姬却不请自来 礼物早已准备好 临时咬牙出了大穴 也不知道能不能让这位见到心心满意 但李姬一开口 老头儿就知道自己完全想错了 我有事要远行 时间麻 少则数十年 多则数百年也说不定 李姬慢声说道 临时未来 关键还在自身 不仅仅是家族中是否后继有人 也包括自身的行为是否得到 李姬言中有意 他可是听说了 临终行这些日子在小城的搜刮有些狠 当惯了小力 这一大拳在握 就有些管不住内心中的野望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有些分寸却不能不提点一下 我走之后 林师叔那里 林师可以多多走动 想来师叔也会照顾一二 若从长远记 行修自身 有多大肚子吃多少饭 阿翁阅历身后 想来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林师阿翁惶恐地站起身 多谢李师提醒 明日我便让忠信辞了差使 退回所得 李姬一笑 辞去差使倒没有必要 但这未至麻 是用来劫鹏交友的 若用来练才 只怕失聚才容易守才难啊 说吧 再无挂牵 一晃身 人已欲见而去 只留下林师阿翁满头冷汗地站在那里 接下来 便是去见离开玲珑上借钱 唯一避不开的 必须要见的人 艳性真君 先找到广真人说明来意 这干受老者也没多说什么 只把一双眼在李姬身上来回观瞧 看得李姬心中发毛 两脚 有法指传来 广真人一挥手 跟我来吧 李姬沉默跟上 这十多年来 他从未找过这位真人 更未从玲珑内裤讨要任何珍贵五行宝材 他的理念是 受人多少恩惠 必成其重 现在以他这副小身板 又能承受多少责任 就像这次的离开 聪明人往往会尽量搜刮自己用得上的修行材料 毕竟 离开了这里 还有没有下一次的机会 真是机会渺茫 李姬没身手 无论是宝财 还是功法秘术 自他知道自己可以离开后 就再也没去悟见堂 是骄傲也好 自持也罢 总要无愧于心 这是李姬的做事方式 至于那些外物 有又怎样 没有 又怎样 还是老地方 云殿深处 还是老样子 仿佛自上次见面后 艳性就从未移动过一般 还有和上次如出一彻的 仍然犀利的一针见血的话语 可是要走了 第348章红蒙珠 是 李姬速立一旁 艳性嘴角带出一抹笑意 我是真的很好奇 两界之间 距离赵义 虚空幅度之难 便是真君也要望而生畏 你一小小筑击 不过十来年间便能找到回城之路 你是怎么做到的 介意于我分享马里姬脸颊抽了抽 他当然介意 但介意有用马 这真君说话 即要立牌坊 又要当婊子 真正让人无语 弟子以前结识的一位先天之灵 为剑约而来到玲珑 据他说是玲珑君的老朋友 有办法让玲珑君送我回去 其实这一切不都在真君您的预测之中吗 要回清空 除了玲珑君外 五第二人有此能力 对于一个陌生的先天之灵来到玲珑界 艳性是有感觉的 但也仅仅是感觉 有一种被亏去被接近的感觉 但他却无法确定具体是什么东西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境界在他之上 现在听李姬这么一说 心中恍然 原来又有一个和玲珑君类似的先天之灵来到了玲珑界 这先天之灵是敌是友 意图是善是恶 他其实不太在意 先天之灵绝少会对人类恶意攻击 因为这回损了他们的道行 而这些先天之灵 才是宇宙中真的无喜无怒 一切为大道而存在的灵魂 再说 有玲珑塔本体在此 也误须为这等式操心 他奇怪的是 眼前这小小筑基建修 何的何能 竟然能与两位身具伟丽的先天之灵扯上瓜葛 真正是见不可思议之事 艳性受尽数千载 晚辈结出弟子 天赋异禀的修士见过无数 有隐忍低调的 也有张扬高光的低调者 往往低得慢慢永远退出人们的视野 低得失去了进取争胜之心 被山水淡泊同化成了平凡 最终一事无成 张扬者 却会因为树敌过多 羡慕嫉妒者过重而最终身死到 消在这份张扬上 人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久走夜路中要撞鬼 当周围所有人都明理 按理语之为敌时 又哪有好果子吃 这个礼机 却有些不同 身因进退之道 分寸掌握得极好 即能甘于平凡独守 清必诚实余年不出 又能偶尔路征荣 在印子心上一战成名 这样的人 才真正具备成长为参天大叔的潜力 而且此人不贪 知道取舍 自己答应他可随意换取 玲珑内裤之宝后 竟是余年无动于衷 这份心境定力 着实坚韧的可怕 有机缘 知进退 懂取舍 艳姓是真的很看好这个小修士 鉴于未来和轩辕剑派 可能的联盟更重要 所以他也不好强留此人 不过 送他份大礼 把他牢牢拴在玲珑道的战车上 确实必须要做的 你具体如何回去 我不细问 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一点自己的小秘密 艳姓把手一翻 掌中出现了一枚核桃大小的珠子 珠子外表灰蒙蒙的 一点也不出奇 可看艳姓郑重手托的样子 恐怕这东西却是另有乾坤 这是一枚鸿蒙珠 你为我玲珑道立有大功 道上一直还未有说法给你 不是玲珑道小气 实在是内裤那些东西太过寻常 你是健修 又不练外物 所以耽搁下来 这枚珠子非比寻常 是我私有之物 今日便赠与你 也算我玲珑道的一番心意 李姬急忙摇手道 真君太过客气 广真人那些五行材料 已经让小子所获非浅 又如何敢再受真君之赠 没有这个道理 艳姓似笑非笑道 广真人与你材料 是你用战利品所换 如何能称为赠品 这枚鸿蒙珠 成形数万年 可使用三次 我的道时已被人用过一次 我自己呢 也曾用过一次 所以 他只剩一次的使用机会 此珠之能 非为对敌 没有任何攻击 防御的功能 即不能当阵盘 也不能起结界 他唯一的功用便是 感悟 神念透入此珠 选择开始感悟 此珠将把一个天到齐全的世界 从混沌出城 到天地清灼两分 山和海洋出现 生灵诞生 人类繁衍 修行大道 铃儿圣之 再到灵机衰落 生灵湮灭 世界崩塌 整个一方世界的轮回将在你眼前全部展示一遍 感悟此珠 随时可退出 下次进入则继续 我彻底观此珠山和变幻 也足足用了六百年 不过从中得到的东西 一直到现在都受益无穷 此珠之用 各花各入各人眼 你若觉得激乐 那么不要也罢 李姬呼吸急促 他又不是傻子 如何不知道此珠公用之逆天 能感悟此珠 就相当于亏得一丝的大道天机 境界越高 从中的收获越大 什么五行 阴阳 轮回 因果等等大道 说穿了还不是一方世界从形成到毁灭这个过程中随代表现出来的东西而已 这枚珠子 真正能推开一扇通往大道的大门 李姬毫不犹豫的大礼拜下 小则斗胆 向真君讨要此珠 并愿意接受其因果 变性玩耳一笑 该张嘴时便张嘴 需出手时要出手 我一猜便是这样 好 这枚珠子 是你的了 说吧扔了过来 李姬双手捧住 仿佛终于千金 谢真君寺 李姬小心翼翼地把鸿蒙珠收入那节中 他还真的从来没有这么小心对待过一枚外物 无他 此珠对一名修行人来说太过重要 他意味着未来 一切皆有可能 叶性却还想考验一下他的心性 碎问道 如果此珠在他人手中被你发现 你会怎么做 李姬毫不犹豫 若不如我 则杀人夺宝 若强过于我 则谋略夺之 艳性玩笑道 若手持之人是我艳性呢 李姬同样玩笑道 有朝一日若两界相通 碧影轩辩大能见修来功 不得手不孩 艳性哈哈大笑 如此 李姬你大道有诚意 大道之下 攀登者无数 凭什么你上得 我上不得 关键便在一个争字 如何去争 却是一门大学问 不争不成 争过了也不成 成道与失道 旨在于此 第三百四十九章 老不死 希望有一天 小子还能有 重返玲珑的机会 李姬这话是真心实意的 玲珑上界 真的是个很友好的地方 一定会有的 艳性莫测高深地说道 身因因果的他 知道这小修未来 绝逃不过和玲珑上界 玲珑塔的纠缠 就不知道再见此子时 他会成长到一个 什么样的高度 你的道极 我会通知他们 一直给你留着 回去后 莫忘了再遥远的玲珑界 还有你第二个家 希望再见你时 你已能担负得起 见到之主的能力 我说过 这不是玩笑 我是认真的 李姬心中无奈 这艳性竟然还记得此事 难不成终有一日 自己也会成为一道之主 这也太梦幻了吧 辞别艳性 李姬直接跟随广真人 前往玲珑塔 也没什么好携带的 修士的身家 都在随身的那界中 走流无不如意 倒是方便得很 两人在玲珑塔外的 一处法阵站定 这地方李姬来过 正是他出入玲珑 到接受玲珑塔 考验的地方 广真人 一改往日沉默的作风 清空关口 确定 是 清空关口 是不是若进去了别的关口 你就回不去清空了 李姬尴尬道 是 若是那样的话 这辈子就只能流浪一生了 你的事 我听师父说起过一些 很有趣 我也想去他界看看 可惜 不能如愿 广真人口中的师父 必定便是艳性 而且他也一定是艳性 真君最信任的弟子 执掌内裤 而且每次见真君时 都是他在领路 所以 李姬也很是客气 真人说笑了 以您修为 尽皆真君 不过是早晚之事 到那时 无数的世界抑郁 都在等着您的光临 恐怕您都会去得不耐烦了呢 广真人少见的一笑 你倒是嘴巧 但愿吧 这里有些材料 未来你可能用得上 拿着吧 说完帝过一只那戒 李姬如何敢要 方才已经拿了艳性的鸿蒙珠 占了玲珑到一个大便宜 现在如何敢再取玲珑到内裤的东西 真人使不得 小子一外来者 在玲珑到已经受够了道中照顾优惠 又如何敢再得寸进尺 广真人不由分说 一把将那戒塞入李姬手中 这些本来就是你硬的之物 我等了你十余年 也未见你来兑换 我这人脾气怪 你若真来兑换 我会看不起你 但你一直不来 我却是偏偏要强塞给你呢 李姬手钻那戒 拿也不是 丢也不是 正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广真人轻贺道 如此 走好 白光闪过 李姬消失不见 那些材料 足足有十数种之多 都是玲珑到万年下来的积蓄 虽然对内裤来说如沧海一塑 不值一提 但对个人来说 却是绝大部分修士一辈子也积攒不下来的 广真人的话也不完全准确 按照艳姓真君吩咐 李姬是有权力兑换他所需要的材料 但兑换兑换 你的先拿出等价值的材货 才有兑换的可能 又怎么会平白给予 这不过是广真人的私心而已 他知道师父很是看重这名清空小修 也必然对清空那边有所期待 师父有私 弟子扶其劳 私下拿些材料给他 让他未来的路更好走些 也就顺理成章了 所谓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既然舔为内裤长使 这点小方便还是有的 这世上又哪有真正公正之人 广真人 是艳姓真君真正的心腹 李姬进入熟悉的玲珑塔清空关口 一贯镇静的他也免不了 疑神疑鬼的检查了 核实了多次 才终于确定了这个地方 正是自己曾经泡了两年多 营养液的清空关口 他没办法不认真 稍微有点失误被传到了一届 到时哭都来不及 难不成到时再等老值六十年 所谓静香情雀 真是治理名言 十六年的漂泊 轩辕的师兄弟 师叔们看到自己 会是怎样一副吃惊的面容 也许也无所谓 他活得好好的 料想魂塘的魂灯也格外的茁壮 不过是一次远行 一次闭关而已 李姬在脑海中念出 他和老值的约定暗号 是葡萄不吐葡萄皮 这个搞笑的暗号是李姬提出的 修士一进玲珑塔 便内外隔绝 无法传出或者递进任何消息 但作为和玲珑君同等境界的存在 老值自有他的办法 他要求李姬默念一句话 然后用特殊的神念加以处理 属于一次性产品 李姬在塔中一切准备好后 默念这句话 便能以特殊的方式 穿透玲珑塔的隔绝 老值收到后便会展开行动 就这么简单 李姬不知为什么 就突然想起了这么一句绕口令 本来他是想念一句 我去年买了个表 但考虑这么说 似乎对两个岁月幽远的老家伙不太尊重 还是作罢了 认真的老值对这句话很奇怪 反复追问李姬为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问得李姬无言以对 老值的神念化身在玲珑塔外 如幽灵般的飘荡着 其实 在十二年前他便收到了那昆休重生成年的消息 但玲珑上界即使对他来说也是太过遥远 而且那里还有他一个老冤家 故此懒得过来 所以 这个二十六年的误差 其实是不靠谱的天道和偷懒的职共同造成的 千万不要相信年龄越久远就越牢靠这种屁话 有时候 活得越久 反而越不靠谱 因为他看透了一切 所以 一切都无所谓 修士的挣扎在他这样的生命体来说 不过是打个盹的事 反正早晚是个死 完全没有意义 他更在意的是 老朋友 老冤家 老对手玲珑君的变化 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的暴躁 他和李姬说的七 八成机会也根本就是信口开河 实际上能有三 四成回清空的机会已经是高估了 唯一有一点可以确定 玲珑君不会害这小修的性命 但把他永远禁锢在玲珑塔内自生自灭 却是大概率事件 又有什么关系 他又不欠这小修的 若真能在玲珑塔内困死这小修 或者传到陌生的意 借被人当成奸细搞死 他也省了这每数十年 就要跑腿一次的麻烦不是 真当他老直是跑腿的信差呢 第三百五十章紧凑的行程 老直在李姬看来一直都是平和 淡漠的性子 但这是不对的 而看面对是谁 在面对李姬这样的小人物时 当然永远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就像凡人在看到一只蚂蚁时 也激动不起来 当老直游移在玲珑塔旁时 他的神态却是完全不同的 这句神念化身 他也没想着还召回去 宁可损失掉 也要喝那玲珑君一跳 以作为数百万年恩怨中的 一次小小的回报 至于玲珑君被惊醒后 有什么过激反应 会对那只小蝼蚁造成什么伤害 他可不会考虑这些 得到李姬的讯号后 直慢慢地接近玲珑塔本体 在距离玲珑塔时李楚亭下 这是他能不显露痕迹的最近距离 还是在玲珑君沉睡的前提下 否则连艳性都对他进入玲珑界有感应 玲珑君怎么会察觉不到 正常情况下 像他们这样身具伟丽的存在 再隔着好几个界空便能感觉到对方的接近 慢慢把神念击聚到最大 勃然爆发 化成一道流光 仿佛其中有一个奇异的盘子在隐约旋转 扑向玲珑塔本体 玲珑塔核心深处 一团意识正处于深层次的沉寂中 但他无意识中散发出的庞大神意 依然牢牢掌控着周围数十里范围的一草一栋 忽然 他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 发自灵魂深处的 极其强烈的厌恶 那时一道他在熟悉不过 纠缠了数百万年的恶心灵魂 恶心的小把戏 百万年来 就没有一点长进麻 这团意识根本没有苏醒的打算 他太清楚这个讨厌的家伙的能力了 有些神意 和他一样久远 但战斗力却是个渣渣而已 玲珑塔瞬间发出五色豪光 如一圈巨大的光轮 消刷掉一切接近的物事 当然也包括直纳道 并不算多么强横的神念化身 直的神念在消融中发出兴奋的咆哮 老不死的 老哥哥我来看你了 还不扫踏相迎 回答他的是无尽的沉默 还有越来越强盛的五色豪光 最终 直的飞蛾扑火被消刷的一前二进 隐隐约约留下直最后一丝咒骂声 玲珑塔内的那团意识在一圈连衣后 重归平静 这老疯子受什么刺激了 嗯 怎么体内还有只小虫子 驱逐他 一切归于平静 玲珑塔短暂的意义像蛮不过有心人 玲珑倒留在苍山上的所有真人 级别以上的大修士 都能感觉到这种变化 问寻从四面八方飞向艳性真君的云殿 艳性直以简单的无事来应答 他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只小虫子的离开却没想到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他没必要把这些秘密分享给所有的大修 即使玲珑到一贯的祥和 也是有道统 派系之争的 但几位诗俗的问询 他却必须据实回答 五衰之境 虽然非常舒服修士的行动能力 但毕竟境界在上 其中神妙也不是真君能顶得住的 李基睁开眼时 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 一座农家小院 阿九的农家小院 他一颗心忠于踏实 回家了 天空中是吵吵闹闹的阿九 没有玲珑塔为他塑行 即使在九宫界 他也只能是一团只能听到声音 却看不到形态的空气 没有那得杂毛胖子的存在 李基还真有些不适应 李基 李基 你怎么回来的 我事先都不知道呢 谁送的你 是玲珑君麻 玲珑上界那边怎样了 闭嘴 李基一边活动着身体 看看是否有不是的地方 丹田 境外 神魂 你完工 还好 一切正常 这是次非常成功的传送 但李基绝不希望这样的传送 还有第二次 有两个消息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阿九你想先听哪个 天空中的阿九犹豫片刻 才齐齐哀哀道 李基你莫要唬我 阿九 就先听坏消息好了 李基一笑 那么 你且听好 我此次被玲珑君传回 虽不能说是饿了他 但此番事件之后 恐怕玲珑君队清空来客也有了防备之意 故此 很可能未来都不会再拘你上界 你的紫青灵机 怕是要泡汤了 阿九想了想 却为陆沮丧之意 这也算不得太坏的消息吧 李现在又能坏到哪里去 反正我一个去玲珑也一样的不到紫青灵机呢 李基 你快和我说说那的好消息 李基心中按赞 这些灵宝的灵智果然是最适合大道的 拿得起放得下 好消息便是 你最近要多做准备 你那位恩人 直 很快就会来找你了 真的 李基你见到他了 和他说起我了 他同意帮我了 阿九高兴的一连串问道 不行 我要回去好好整理一下需要问的问题 莫要到时遗漏了什么 李基喝道 高兴各屁 你先把我送出去再说其他 姚山 轩辕剑派外剑一迈 细照封夏天坑内 九宫寿巨大的身躯停放在这里已经近万年 因为不是开启九宫试炼的日子 一般剑修很少有人会来这里 除了偶尔巡视的剑修从这里经过外 看不到任何修士的踪影 日落时分 九宫寿残之处出现了一丝空间波动 紧接着 一个丈许大小的灰黑色空间通道出现 李基从中走了出来 没办法 阿九只能送他到这里 九宫盘自上次在与清丸胜利大逃亡时 就一直待在了他的身边 阿九没有了九宫盘的坐标指引 便只能送他到残之附近 有些麻烦 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李基出现时没有人看到 但轩辕剑派严密的监视法阵 还是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处诡异的空间波动 很快的 便有数名外舰修预舰而来 但他们什么也没发现 只隐约间看到一个预舰飞行的背影 那是个内舰 错不了 一边向宗盟汇报 几名外舰四散开来 在细照封下仔细搜寻可能的侵入者 有二名剑修则是奋起直追纳的消失了的内舰 遗憾的是 纳道剑光实在是太快了 一入内舰文广风周围就彻底失去了踪影 宗盟视大政当然不可能对此做出反应 在纯正不过的内舰修 这是自己人 第351章私事 李基直奔文广风混沌雷霆店 熟悉的山峰 熟悉的雪园 熟悉的殿堂建筑 天空之偶尔经过的熟悉的见光 熟悉的气息 熟悉的严正仓俗 一个离家近20年的游子 回到家中的那种感觉 不是当事人 永远也无法体会 混沌雷霆店没有职守弟子 开什么玩笑 有三名真人级别内舰店主镇守的大殿 需要弟子立士站岗 李基直入店内 在主店前站定 一道神念发出讯息 弟子李基 请见三位店主 神念四散而出 惊动得可不仅仅是三位店主 而是雷霆店中所有的建修 樊楼中 几名建修正在调检工法秘术 严谨的轩辕 弟子一贯的沉默 让整个樊楼安静无声 但在这道神念扩散开后 一名弟子忍不住破开禁忌 高声兴奋道 李基 是李基师兄 李基师兄回来了 另一名建修 确实个有行动力 飞快地冲出樊楼 还不快走 李基师兄可不是能轻易见到的呢 转眼之间 樊楼人去楼空 李基不知道的是 虽然他已有十数年 未在门派中显行 可他的传说已经深深刻 在每一个轩辕 低阶弟子的脑海中 如果九宫界之危 还只是个开端的话 那么在遥远的东海 当着玉卿上万修士 经丹元英大能之面 镇展四名玉卿 结出弟子的壮举 就已经直接把他捧上了神坛 更别说 竟然还在真君出手后 还逃出生天 此时的轩辕 无论内建外建 李基都已经坐实了 他今担下第一人的名头 无人敢于质疑 天选堂 坐堂的杜文道人叹了口气 他是替代杜海坐上这个位置的 也肩负着门派内不同派系间 争斗中不可说的责任和目的 遗憾的是 自他上任引使 就基本和这个天才弟子没有接触 东海事后 更是杳无踪影 现在平安回来 侠待赫赫声威 能直接和真人对话 又岂是他一个金丹修士能阻挡的 大事已成 屠呼奈何 大西真人是头一个出现在李基面前的原因 也不说话 一双利眼把他上上下下的看了个通透 嘴里还在嘖嘖称习 然后才是大象 大鹰相继到来 如何回来的 大象诞生问道 通过九宫戒 弟子和九宫戒灵 有些交情 李基色声道 这是瞒不了人 能自由出入门派要地 如此威胁 任何一个门派高层都会刨根问底的 果不其然 我一猜就是那地方 嘖嘖 李基你这能力 知不知道很有几个门派会因此而寝食不安的 大西轻声笑了起来 弟子不过就一心动小修 如何能让那些大派不安 真人取笑了 李基很明白这大西的意思 现在是心动 将来可未必 等有朝一日你弱成了原因 我估摸着咱们轩辕可以向那几个门派开价 买下九宫售其他几段残肢也说不定 大英真人一旁插嘴道 大嘻哈哈大笑 师兄说的是 不一定能全买来 不过肯定是有急于出手的了 他们的意思 李基心中透亮 现在的九宫戒就相当于一个勾连五个门派内地复兴的多项传送阵 而朕新却被臭名昭著的轩辕剑疯子掌握 那就意味着可能随时都会有一群剑疯子杀入宗门内部 这种事 想想都要命 谁能忍 自始至终 三位真人也为仔细询问李基这些年究竟去了何处 这是修饰对各自机缘的默契 也是一种变相的隐私保护 这方世界 能走到这一步的 谁没些机缘 谁没有点其余 这本来就是修饰修行的一部分 只要不牵涉门派根本 就不会有人刻意针对 李基也没提玲珑上界之事 没必要 也不知从何说起 关键是他的境界地位太低 不能承受说出去后的可能的压力 在玲珑上界 他没有泄露任何一门传自轩辕的剑术 同样的 现在在轩辕 他也不会忘传来自玲珑剑道的大威力剑术 举头三尺有神明 修饰的底线 心境 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坚持中升华的 如果现在就说出关于玲珑上界的存在 那么他们的功法秘书你透不透露 很是麻烦 有名心境期的剑修 自然也有贪婪无度的修饰 这一切 只有等他境界足够 比如到了原因 有了和轩辕真君剑修接触的机会后 才会慢慢提起 这 无关忠诚 既然回来了 便好好待在门中 勿要再出去随便招惹是非 我关你现在神清气满 大概也是可以冲击惊丹了 正好这些日子你渡海师叔也闲来无事 你不如就去多多请教 毕竟 剑术在犀利 境界上不去 终究不过黄土一杯 大象真人最后定了调子 对别的剑修 他不会说这种话 身为剑修还惧怕惹是麻 可眼前这位可是完全不同的存在 不仅会惹是 而且极擅长惹大事 去刺天岭就能把草原人祸害了数百年的人才积蓄 去刺东海干脆在人家山门法会上无法无天 这样的人 还是要提点一 二才安全些 渡海师叔痊愈了 李姬惊喜道 说根到底 这一切的磨难 欲清灵险 玲珑蹉跎 都是因为为杜南伤情所致 现在杜南有了起色 无疑让他的付出有了个满意的回报 嗯 基本痊愈 只是神魂上的损伤还需长时间的调养恢复 不是短时间就能进负的 大象没有完全说实话 其实以他们的见识 像杜海这种神魂受损的伤情 能恢复意识 恢复一定的实力已经是较天之性 在想冲击原因 恐怕的今生无望 不过这种打击士气的话不能说 如果有万一呢 李姬还未意识到这一点 他境界不够 见识还是有些少 在他以为 恢复就是恢复 会回到和以前一样啊 真人 弟子初回 按理说当然应该在门内静养准备精丹事宜 可弟子还有些私事要办 可能还要出去一段时间 还望真人允许 李姬也有些郁闷 怎么这名气大了 反倒不自由了呢 怎么谁都把他看成惹祸惊一样的存在 他是那种人麻 以前种种 不都是 巧了麻 第352章大小美女 嗯 李姬话未说完 看大象也没力了起来 心知不好 自己说的不够清楚 怕是要惹怒这位一贯严明的雷霆店店主 急忙解释道 请各位真人谅解 其实此次出行 弟子纯为感情上的私事 与宗门无关 更与他派无关 地点也未离了北狱 可不是要去行那杀伐之事 大象眉头松了下来 他还以为这弟子太不小事 还要去寻诸如玉清门之类的麻烦 当初那次事件之后 轩辕可没少为这孽障调动人手 大举杀戮 现在总算是消停下来 如何又再去声势 听李姬说明原因 这才摆摆手道 即是私事 自去处理 宗门又如何会约束于你 不过你最后一句话 我可是记住了 你好自为之 修士对于感情 家庭的态度 其实完全不是凡人所以为的那样绝情 在凡人看来 修士似乎就是清心寡欲 不沾半点凡是红尘的代表 这是完全错误的 宇宙有天地 道分阴阳 所谓孤阴不生 独阳不长 作为最重视大道根源的修士来说 又怎么可能给自己漫长的修真生涯留下这么大的一个破绽 就像剑修 一切以剑为本 为剑是从 拿剑当老婆 当孩子 其他一切全部抛弃 这样修炼下去 最终的结果 便会成为真正的剑疯子 不寻天道 不懂万物生长变化的内在道理 成为只知道杀戮的机器 禁古之前的轩辕剑派 遵循的就是这个理念 所以他们被人叫做剑疯子 被当成魔门来对待 其实这样的修士到了境界后期 已经越来越难破 近在上一步 轩辕大帝的伟大便在于死 他改变了剑修为剑始从的基本理念 或者说是部分改变了这种 完全偏激的修炼方式 这才有了后来的轩辕洗白上道 才有了真君 武衰大修层出不穷的局面 才真正让轩辕剑派在这方世界 彻底站稳了脚跟 现在的轩辕剑修 成家立业 娶其生子的都占尽半数 剩下的那些苦修者 在遇到金丹关口苦修不尽时 也很多都会选择进入凡事 开始一段数十年的凡事历程 以圆满心境 如何进红尘而不染 出红尘而不伤 是每个修士都会面临的难题 有的人过了 前途一片光明 有的人栽在这里 则一切去修 就如现在站在这里的三位真人 哪个不是过来人 大英真人作为家族内建一脉的代表人物 自己的家族已经传承了十一代 在家族体系中已经算是近一流的存在 子孙无数 西界也无数 大西没有成婚 但英俊潇洒的他却红颜知已无数 号称见出北欲无敌手 派派都有丈母娘 又哪里便寂寞了 大象真人 作为一殿之主 半只脚已经迈入真君的人物 其实也是成过婚的 只不过妻子资质有限 在修行道路上没有跟上他的脚步 已先去数百年 大象夫妻情深也没有再娶 也没有子嗣 但终究他也是经历过的人 所以李姬一说感情上的私事 就没人会去阻拦他 这种事也拦不住 看着李姬渐渐地走远 三位真人茉莉片刻 还是大膝打破了沉默 这小子是个有大造化的 心性坚韧 未来不可限量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看一个修饰的未来 已不会仅仅停留在资质 属性上 而是更看重心性 气韵 大象真人的回答却似乎文不对题 杜海 实力能回复往昔八成已是奇迹 成因之路已绝 其余经丹中 能成大气者甚少 我内见一脉的传承堪忧 李姬此子 有心性 有气韵 有实力 所以 我不允许宗门的内斗牵涉到他 告诉他们 收起那些小手段 否则 别怪我大象掀桌子 大鹰沉默不语 他知道 大象这番话是输给他 以及他身后那些人听的 李姬走出雷霆殿时 发现雷霆殿门口聚集了数十名好奇的建修 这些都是今日在文广风上 慕名而来的新晋弟子 李姬一去玲珑十六年 在之前的十来年中也基本在九宫界苦修 很少参与宗门活动 故此 这三十多年上百名新晋弟子都是慕其名而未见其人 今日便特地来观瞻的 李姬师兄出来了 有人喊道 不 很普通的一个人呢 怎么也看不出事的做大事的 这是以貌取人者 嘿 无可取而代之 这是有野心的 文明不如见面 见面不如文明啊 这是心底泛酸的 都至少是筑基修饰了 可没几个像前世的那种死忠粉丝 各有各的大道 谁又肯服谁 李姬微笑地穿过人群 暂时也没功夫来搭理这些见到菜鸟 等走出人群 正要遇见离去时 前面出现的两个人 却让她不得不停下了脚步 这是一大一小两个美女 年纪稍长者一身白衣长裙 飘若仙子 稍小者脸庞圆润甜美 碎花衣裙 透出一股活泼可爱 大美女是安然 十六年过去 她是一点也没变 李姬当然一眼认出 小美女麻 李姬仔细观桥 不由惊讶到 果果 你怎么在这里 真的是果果 虽然你大十八遍 但那张可爱的圆脸 却没有多少变化 修饰的记忆了得 十多年前的人和事 是不可能在修饰脑海中磨灭的 现在的安然已经是融合境界 按照她的资质资源 这是有些慢了 不过人格有志 也不能强求 让人吃惊的是果果 十余年的时间 让她从一个蝴蝶骨 轻微残疾的孩子 变成了现在一个开光后期的修饰 真是太过意外 果果想冲过来抱住她 就像十余年前在双峰的蝴蝶骨一样 但她现在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 这么多人面前还是放不开心情 只滴滴闻声道 先生好 李基把惊讶的目光投向安然 这位师妹真是越活越年轻 朱缘玉润的 倒是和以前的骨感美女有些不同 不过在李基的审美中 她是变得更加的美丽 师妹 这是怎么回事 果果怎么来了 而且还和你在一起 第353章果果 通过安然 李基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果果会在这里 而且还成了修士 世界之大 众生众香 有的人能成功 有的人却只能品尝失败 有的人能出人头地 有的人却是一辈子注定平凡 何也 性格使然 当初在双峰蝴蝶骨 崇拜李基的可不单单只果果一个 实话说包括皇家小姐 丫鬟巧莲 周游 官上游 还有大部分已经懂事的孩子 谁不想学的李基这般的本事 当时可能除了活得简单快乐的阿辉 在场诸人都是有这一份心思的 但能记住这份心思 并在有能力去追寻时 敢决然抛开一切 义无反顾地飘扬跨海去追求自己理想的 为果果一个而已 这就是争 李基为什么能修行 仲法道人在双城数十年 在凡人面前施展道术手段的机会也不少 怎么不见别的人走上道徒 还是一个争词 李基拿命去相争 凭一手不入流的前世极建树 凭借慎秘周全的谋算 不要荣华富贵 只求一份入道机缘 他目的明确 百折不挠 这才有了现在轩辕的一切 果果是同样的人 别看他外表一副甜美随意 毫无心机的样子 但内心经过蝴蝶骨十余年的磨难 早已坚韧如百年老藤 李基和他玩笑说过 等他再长大些到了十四 五岁就可以来北域大陆找他 这小姑娘是真正记在了心里 等五年后他真的到了十四岁时 竟决然带着自己那点可怜的积蓄 踏上了跨海之路 幸亏在他身边的都是心地善良的信任 皇家小姐 周游等 虽然因为自己年纪已大 不能随意远行去追求理想 却不妨碍他们支持果果的义无反顾 也幸亏时间过去的还不找 李基的赫赫兄民还能镇住一杆阴碎屑小 果果才能顺利地登上渡海的货船 但到了北域后 却一切只能靠自己了 年轻有一个好处 不知道畏惧 果果这样从小在蝴蝶谷长大的孩子 你也不能简单的把他当成一个孩子来看待 这个世界的波鬼险恶对他来说也不陌生 他把自己打扮成要饭的企童 凭借不多的钱财 心思机灵 再加上一张舔嘴在北上的道路上足足走了半年 即使这样数万里路有些地方更是山势高绝地形险恶 他一时来岁的女孩子今生要凭自己走到轩辕城 也是件不可能之事需要一点点的运气 运气往往青睐勤奋的人不努力哪来的运气 再来到北域半年后 果果在一座城市里遇见了初来任务的安然一行 一是果果扶持心灵 二是安然心系 当听说这个满脸女巫的小女还是远从双峰来投奔礼姬时 熟知礼姬黑历史的安然毫不犹豫地把她带回了轩辕 以安然的财力 当然不缺供养一个小小感气到同的资源 果果便留在了轩辕等她的先生 这一等 就从凡人等成了修士 再从玄照等成了开光 李姬怯然地看向安然 她心里很清楚 这位一贯清冷不爱沾染是非的师妹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因为她 李辛苦了 安然奄然一笑 李姬直接说你 而不是说师妹 这让她很开心 这说明她所做的一切并不是没有回报 最起码 这人没把自己当外人 安然要为李姬接风洗尘 虽然一向不好这些 李姬仍然爽快地答应 虽然16年对修士来说并不算漫长 但对低阶修士而言 也不算短了 有安然 有果果 安然的情感怎么处理 果果的修行怎么安排 这些牵扯必须做个了断 李姬的性格 不喜欢拖沓 不喜欢遮遮掩掩 不喜欢那些莫名其妙的 仅止因为缺乏沟通而造成的人为的悲剧 有麻烦 解决便是 何必搞成怨男矿女般的熊模样 建修 就应心思果决 喜欢 就去做 不喜欢 那就断 如此而已 一行三人向山门外飞去 果果住在轩辕城 而且 像街风洗尘类似的场合 在山门内的洞服里搞这些 确实也不合适 围观众人看着三人离开 其中有不少见羞哀声轻叹 安然贵女是内见一脉的女神 容貌 家世 性格 无意不是上上之选 不知有多少人暗中怒念 现在看来 原来人家一直独身而处 果然是早就心有所属了啊 都散了吧 无趣得很 有剑修麻和一生 众人鸟散而去 安然在轩辕城的家 坐落于轩辕城灵机最稠密的地段 这里也是整个轩辕剑派外戚最集中的地方 几乎户户都有背景 家家都曾出过剑修 但这点子灵机的变化 还真没放在李机的眼里 经历了玲珑上届灵机如夜的洗礼 清空世界的这点灵机 强度还真是不够看了 宅院不大 内里布置却是相当的精致 很多物品摆设 仔细端详下 才能发现其中深厚的底蕴 远非韩鸭纳得爆发户的宅院能比的 安然也通知了韩鸭 她是个欣喜的女人 知道礼机为数不多 能够聚在一起吃饭的朋友都有谁 这些年果果的进步很快 除了有她的资源支持外 也少不了韩鸭提供的帮助 安然的帮助大部分都在丹药上 而韩鸭作为一个心境崛起的成功商人 她能做的无意更全面 泽泽 这百件 出自东海吧 韩鸭每次来安然府上寻果果 都会爱不释手地摆弄这些小物件 就像她现在手中这方林宴 安然曾经说过送她一些 但韩鸭却坚决不要 说是创业出奇 不可沉溺于外物 只观赏 却能忍住爱好不入手 这人在商业上能成功 也自然有她的一套 韩鸭叔叔 过来吃饭啦 别再看了 再看眼睛拔不出来啦 果果喊道 小姑娘嘴甜懂事 一开始韩鸭还仅仅是把她当成李姬的后背对待 一段时间过去 却早已把果果当成自家侄女一般 很是疼爱 事事动明皆学问 人情恋达及文章 每个人 在修道这条路上都有各自的机缘 机缘不一定就是奇遇 也包括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帮助 就像果果这样 这世上可爱的女孩子无数 但又有几个能凭借自己的优势顺利走上道图的 第354张礼物 晚宴非常的丰盛 可能是大家都以为李姬在一届吃不到什么好东西的缘故 但他们哪里知道 李姬在玲珑上届的饮食 丰富比清空有甚 那些闻所未闻的灵气食材是清空永远也比不上的 两个妈妈拿出了浑身的本事 满满一大桌子的食物 基本以肉食为主 至于一贯以素食为主的安然和果果 则很自然地被他们忽视了 对他们来说 盼望了数十年的任务有可能达成 这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来得有些晚 期间 韩鸭也有问起过李姬这16年在异界的情况 李姬则把叠翠星清蔽成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都是真实的故事 听起来当然很自然 至于关于玲珑上届的一切 李姬之字未提 不是他小气故意隐瞒 有些是自己知道变好 没必要说出来 他们这些修真界的小蝼蚁是看不起来的 知道这些一点好处都没有 果果唧唧喳喳的 对叠翠星的一切都感到好奇 其实在座的所有人都对那个地方浓郁的灵姬羡慕不已 他们还以为这周天万界都和清空一样 灵姬匮乏呢 安然问起那地方的药草灵质 李姬尴尬地摸摸鼻子 实话说 他在叠翠星十多年 整日徜徉在大自然之中 但偏偏对遍布森林绿地的草药一无所知 即不知道种类 也不知道年份 更不懂用途 可以说 他当初压根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在他来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 去叠翠星就要懂药草 那若传去一个矿石资源丰富的地方 是不是就要学智气 去一个伏法世界 是不是就要改行当伏师 他就钟情于见 其他的 过眼尘埃尔 对他这种态度 安然也是无可奈何 也只能感叹此去非人 暴殿天雾了 不过李基还是有几他们带来礼物的 这是他临走前特意从苍山房市中买的好东西 给安然带的 是一整套玲珑上界的丹药秘方 他知道这个师妹向道之心并不强烈 唯一一直牵挂的 便使生他养他的崇皇贞观 这套丹荒虽然在玲珑上界并不是道中精品 只是一套相对普通的货色 可不一样的体系 不一样的视角 万千年来炼丹的精华也尽在其中 这种东西 仍给别人没什么意义 但若给了崇皇 那无疑是另一个世界 互相借鉴 极其珍贵 给寒压的是一只飞行法器 南楼宝传 玲珑上界在虚空幅度上很有一套 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就是庞大的新渡船 李基当然买不起新渡船 但买一只以同样工艺制作的飞行法器还是可以的 这艘南楼宝传 和清空世界的飞行法器相比 高端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载货量 速度 升限都不是一个量级的 正是和寒压这样的商人所用 事实上 寒压确实非常的兴奋 当时就欲起南楼出去转了一圈 回来后也是赞不绝口 至于果果 李基在玲珑上界哪里知道他的消息 不过他这样层次的开光小修也好打发 李基那界中随便拿出几样法器就够他目不挟接了 还有两位妈妈 虽然头一次见面 也没冷落他们 各有所得 书到底 李基最不缺的 就是一些莫名其妙 用途难明的法器灵器 杀的人太多 收获让人麻木 你让一个论堆卖货的人去挨个减点那界 确实是难为他 看着李基随手扔出的十来件精品法器 无意不是上上极品之选 让果果和两位妈妈自区分了 果果乐得嘴都和不拢 也不知道该选哪一件 也只得两位经验丰富的妈妈帮他选择适合自己的 嘴里还喊道 先生 先生 果果都不知道 您还会做法器呢 寒鸭哈哈大笑 他哪里会做法器 别说法器 就是烦气他也是做不出的 不过这人虽不会置气 却会杀人抢劫 安然瞪了他一眼 不许叫坏孩子 果果却睁着一双大眼 认真道 等我长大了入的剑派 也去给先生安姨压熟抢好多好多好东西 李姬无奈地摇摇头 这是说的 看来以后还得好好劝解一下这个孩子 这小姑娘 可真是个说得出做得到的主儿 酒宴心静而散 寒鸭架着南楼宝传自取兜风 果果回后宅修炼 他这样的境界还不能过于松懈 每日的功课是必须完成的 两个妈妈收拾残息 而李姬则夕安然去了他的书房 安然心中有如鹿状 他不知道李姬带他来书房到底存的什么意图 以他数十年来对李姬不多的了解 这个人现在应该是遇见高飞 要么回洞府苦修 要么出去杀人搞事 怎么可能宴后还和他私下交谈 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完全不是李姬的风格 两人在书房坐下 看着有些手足无措的安然 李姬唯唯一笑 不给客人准备杯茶麻 当安然为两人真的相名后 有些浮躁患得缓湿的心情终于得到了贫富 一双秋水眸光定定看着李姬 倒要听听他打算说些什么 从在重建姓连我们第一次见面 到现在有不到五十年了吧 李姬挺了口相名 缓缓道 次十八年 安然回忆道 不过当时我们似乎没说话 是啊 那时安然你一洗白衣 一副着实家公子的样子 实话说 我当时是有些自贱行贿的 李姬微笑道 结果金玉其外 五十年一过 安然却被师兄拉得远远的 便是五师兄那样精彩绝艳的人 在你面前也没有争胜的信心了吧 安然自嘲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 师妹根本没必要妄自菲薄 享受修行 和修行争胜 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和谈谁好谁坏 顺应自己本心就好 何必强求 师兄今日来小妹这里 就是和小妹谈玄论道的 安然似笑非笑地看着李姬 当然不是 李姬也不尴尬 而是直接挑明主题 师妹的过往 我在东海从黄盘横时也听过很多 算是稍有了解吧 但李姬的过往 尤其是加入轩辕剑派前的过往 师妹了解吗 第三百五十五章南下 安然略有不解 他有些不太明白李姬要说什么 但潜意识里却知道他要说得很重要 而且恐怕也和自己有关 如果师妹不嫌我啰嗦 我倒是有些小故事很想和人分享 这些事已经埋藏在我心里很多年 从未向人吐露过 李姬轻轻说道 关于什么 安然好奇道 关于我妻子 李姬陷入回忆中 李 你已经有了妻子 为什么从未听你说起过 也从未见过 安然心头俱正 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说伤心欲绝有些过了 但一股淡淡的自嘲自伤却是有的 有的 之所以你们从未听过 从未见过 是因为他早已不在了 就在我进入轩辕一年后 安然的心 仿佛从深渊 又飘到了天上 虽然他自知这样想一个陌生的女人有些不应该 但还是有一丝丝的放松出现在了他心里 为什么 他是谁 怎么 怎么不在了呢 李姬淡淡一笑 逼沉道 他是为救我 才伤众不知走的 我妻子 他 他是我师祖 这一夜 他们谈了很久 关于另一个女人 无情未必争豪杰 莲子如何不丈夫 有些话 有些事李姬已经憋在了心里很久 在他修行的大部分时间里 他不会因为这些情感上的悲伤来左右自己的形势 但这并不代表他忘了这一切 忘了那的为了他的安危 而宁可现出自几经单生命的女人 忘记过去 就意味着背叛 他在豆腐装坟前答应过 要守护他久世 就一定会守护他久世 只要他还活着 这个诺言就永远不会变 这是个男人的沉默 也是个剑修的沉默 除非天地倒悬 宇宙崩塌 安然静静地听着 他实在是想不到 眼前这个传言被誉为清空一压的凶狠剑修 这个手下有无数血债的筷子手 在其平凡的面容下 竟还有如此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他的身体早已是过了六十的身体年龄 可他的心却还停留在少女时代对爱情无比向往的阶段 这样的故事 对拥有这份心情的他来说 冲击力是无比的巨大 巨大到如果他穿越到了当时的现场 都恨不得以身代之的地步 对李基 他的感情极其的复杂 一开始是为了任务的被动的选择 然后不知怎的 好像这个李基却在别人的眼中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对此 他是抗拒的 其间 又发生了无数的事 从黄对李基的看好 回东海后发现旧时良人早已娶妻生子 慢慢的接触下 这个李基似乎已不再是那么的不可接受 男女之间的事 有可能是轰轰烈烈的 也可能是平平淡淡的 自由乱爱的恋人 在经历了最初的激情后 却未必能一直走下去 而包办婚姻却有很多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谁又说得清 这些道理 二十来岁的安然不会明白 更不会接受 但他现在已经受过一甲子 听过看过了太多的东西 最后才发现 也许平平淡淡更适合他 羁绊总是在无声无息中产生 从东海回来后他最念念不忘的 就是想问问他当时是否怀疑过他 再到把果果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的供养 没有李基在其中 他便是在爱心泛滥 又怎么可能去做这些 到了现在 不仅是他周围的人认为 他们可能会最终走到一起 便是他自己 也是如此的认为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而如今 竟然在李基身边出现了一个妻子 一个曾经的金丹 一个族可以做他族奶奶的女人 这 这真正让人情何以堪 安然抬起头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李基和他说这些的原因 这会是一个选择 他该怎么选 是作为一个女人去选 还是作为一名建修去选 安然勇敢地看向李基 李氏说 明日便要南下去寻他 李基点点头 有些话说出来 心情就彻底放松了 是的 这要去慢了 说不定他又生个孩子可怎生事好 安然认真道 豆腐庄是个好女人 可李基你要知道 这世界并不仅仅只有一个好女人 李基明白他的意思 我知道 所以我把故事讲给他听 安然下了决心 每过六十载 你和他才会有个相会的时期 那么 在这六十载中 你不想有个妻子吗 李基笑了 那是发自内心的笑 他把手伸向安然 晚上我不回去了 其实 所谓的复杂 就是这么简单 两个都舍不得 那就都要好了 又能怎样 我是简修 修得是简 不是憋屈 第二日一早 神清气爽的李基开始了他南下寻找老婆的行程 老直给他的资讯是 同方城 方婉 今年二十八岁 其他的 需要李基自行寻找 同方城 是北欲南部城市群中的一个 已经很靠近海滨 在北方 因为地势的险恶 越靠近轩辕 城市越少 人口越稀疏 南方正好相反 越靠近苍浪 城市越发的密集 有点东海的感觉 放在前世 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 知知道名字和年纪的人都不是建议士 更别提现在这个各项户籍制度 还处于指质阶段的年代 好在直纳的老家伙给他留下了一丝气息 一丝纳的女人的气息 李基觉得 这是认识老家伙以来 他唯一干的一件人事 方姓在同方城市大姓国姓 全城百余万人 姓方的就占了二成 再加上碗这个极其普通的字 李基可以想象 在这座城市中要找叫方碗的女子 百八十个恐怕都是少说的 他没有借助官府的意愿 这里已经靠近苍浪阁 处于苍浪的绝对统治之下 并不方便 而且他也不想把自己的私事搞得人尽皆知 所以李基只是在城市中心马油江 希望运气好些 能尽快地发现那一丝气息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上空飞行 不是不可以 但前规则下 不是要紧的大事 修士都不会这么做 而且在这个地方 你只要敢飞入空中 恐怕立刻就有苍浪修士过来问询 太招摇 第三百五十六张郡主 李基的运气不错 一个时辰后 他便发现了那丝气息感应的来源 同方城李亲王府 李亲王 昭海国主的亲兄弟 分封在同方城已超过四十年 享尽荣华富贵 他这座亲王府 规至堪比皇宫 扑纵宫女无数 李基没有贸然闯入 十多年叠翠心的修身养性 让他的性子平和了不少 而且他牢记着临走前对大象真人的沉默 不惹事 这里靠近南海 是苍浪派的大本营 他去外州搞风搞雨没什么大问题 可在北域 在本州 不能这么做 同州两个庞然大物的对抗 这种责任别说是他 就是原因真人也承受不起 在亲王府外 李基寻了益处最高 事业最好的酒楼 他是要考虑一个比较周全的计划 把人搞出来 这个世界的修饰在凡间不能为所欲为 可能在有些人看来很麻烦 但李基还是很欣赏这种有秩序的世界 能力一旦没有了约束 灾难就是毁灭性的 这就是大门派存在的价值 下意识的 李基沾着茶水 在饭桌上写下大大的两个字 方腕 左看右看 也没看出各所以然来 这样的名字实在太过普通了 小二殷勤地送过来菜肴美酒 在往桌上摆放时 无意间看到桌上隐隐约约的两个大字 不由得大惊 客人 这两个字如何就敢随便写的 真被有心人撞见告发上去 客人你自受苦不说 连我们酒楼都要跟着倒霉 一边说着 一边急忙拿胳膊上搭着的不经擦拭 李基心中一动 怎的 我自写我亲人的名字 与你等何干 同方城中何人如此霸道 便写个名字都不许了麻 小二气恼道 你写别人名字字不相干 但这个名字 是朝霞郡主的闺名 又如何能随便写的 李基唯唯一笑 手里已递过一块散碎银子 我们道门一脉 对着所谓郡主亲王 可没什么顾忌 你且走近些 我还有些话来问你 小二颠了颠手里的银子 分量不轻 再仔细看这客人装束 果然是一副道人装束 只不过与苍浪格的形质不太一样 所以他一时也没看出来 既然是道爷 那自然是书得的 小二阅历丰富 同方又是大成 也不是没接触过这些拥有神仙手段的道人 知道他们不受凡事律法约束 就是李亲王府 也不能奈之和 那你来和我说说 这郡主方林己许 是否成亲嫁人 驸马哪个 子嗣多少 说得好 这定大营便是你的了 李基掏出一定十两大营 轻轻一拍 已全部陷入坚硬的枣木八仙桌中 对付这些市面上的人物 也只能这样软硬兼施 否则这种地方 又哪里有什么老实的好人了 小二稍易犹豫 终忍不住因子诱惑 再说这些东西也不是多隐秘的大事 在同方城私混酒的哪个不知 也指这些外来客一头雾水罢了 道爷 我和你说 这郡主方晚 具体年龄我等生斗 小明又如何知道个确切 只知道今年应该还不满三巡年纪 嫁过三次人 头一个驸马骑马时摔死了 留下一对儿女 第二个驸马是喝花酒后从楼上叠落死的 有三个儿子 大前年这不才嫁了第三个驸马 是武将出身 大家正猜测着不知该怎么死呢 也已经有一对儿双胞胎了 多少了 可这现在这郡主已经有七个子女了 李基有些萌 杀子夺母的话 这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小二笑道 是啊 这郡主还真是个能生养的 自第一次成婚起 就基本维持一年一载的节奏 则则 这也就是出身在王家 这要是普通老百姓家 早他娘被吃穷了 不过这郡主命运 客夫 这去当驸马的哪有好下场 不幸您瞅着 现在这的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这小二话搂子一开 也没个顾忌的 老爸李基郁闷得不轻 这样的姑奶奶活祖宗 真要是豆腐装转生的 可有的她好看的 最重要的是 这种可能性还相当的高 年龄对得上 姓名对得上 连气息都对上了 不同命运的交织 事实的无常 生活的压力 这份九世坚持 做起来可比说起来要困难得多呢 一名年纪较大的二掌柜 在旁边经过 一巴掌拍在小二的脑袋上 我把你个背懒货 又在这里乱嚼舌根 郡主千斤跪体 也是你能胡乱编排的 近日郡主去城外海朝官上乡 不定啥时就能回来 若有那打前站的听得你这些魂话 屁股给你打烂 李基听得真切 既然那郡主外出将归 这顿酒怕是还要慢慢吃下去了 这一等 足足过去了二个时辰 李基这酒也只从午餐快吃到了晚餐 终于 接到另一侧有大队人马过来 看那排场排扁 正是驸马一行无疑 这间酒楼的位置不错 队伍要回王府 必从楼下经过 李基把六世提到极致 仔细感受那股气息的变化 两酒 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实话说 这位郡主是很符合 李基心目中的人物形象的 保养得当 白白静静 滋容华贵 一态万方 妥妥的一个守女模样 但气息琐事 却不是他 李基长出一口气 至少 不用被那七个孩子的问题折磨了 当日晚间 李基直接断行进亲王府 在王府上空时 树杖处如幽灵般的滑翔徘徊 他实在是懒得再去通过凡人的手段寻找 想着同方城虽大 却也不是一国之兜 就算苍浪阁家底殷实 也不可能城城都有金丹助手 故此行险飞行 他猜得没错 同方亲王府内没有金丹修士 所以以李基现在的手段 却是在无人能感觉到他的侵入 追寻着那股气息 没费多大周折 很快的 在一触不引人注意的偏见 李基看到了一群女人 一群生活在王府最底层的女人 蜡黄的面容 销瘦的身体 无神的双眼 他们从事的 是女官最低贱的工作 晚衣 第357章方晚 李基把目光投向一个正字吃力挥动倒衣橱的女人 她和其他女工没什么两样 马杆般的身材 微黑的皮肤 只一双眼睛 始终倔强 挥处时格外的用力 仿佛那些不是衣服 而是面对的仇人 在她的脚踝间 一条稀弱小手指齿半来掌的锁链 把两只脚拴在了一起 一脉步 便只能有齿半距离 这是防着逃跑 李基双眼眯了起来 只有熟悉她的人才知道 这是杀人的前兆 李基尽量控制住内心的情绪 向下一个俯冲 出现在这群晚衣的女工面前 众女工在初时的惊讶后 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一个领头模样的女工走上前 深深万福道 贵人当面 不知仙师有何吩咐 普通老百姓对修士并不惧怕 这得益于近万年来到门 对其门下弟子的严格约束 或者说 因为无知 所以无畏 换个权贵 皇族 或者有机会接触修真世界的 他们就绝不会如此的无知无畏 欺负 压榨 领入老百姓的 是大户 豪族 巨甲 官府 而修士对凡人的态度 基本就一个 无事 所以 这些在王府中也算见惯修士的女工 反而对李基的从天而降 并没有多少恐惧之感 李基没有直接面对正主 那双眼睛中倔强的仇恨 让他担心会弄巧成拙 这里是晚衣局 李基温生看向那位领头的女工 是的 正是晚衣局 今日有我领班 不知先师此来 有何吩咐 李基冲他身后正宫敬又拘束战力的女工们摆摆手 都散了吧 你们自去做事 我找这位领班说些事 李基带着这位领班走到偏殿一侧 随意问道 活记很辛苦 能不能吃饱 在此任职 有无打骂现象 女工很惶恐 以他粗浅的见识 当然无法辨识这是苍浪格修士 还是其他的门派 在他看来 能非 就是大有本事的神仙 他以为这是一名巡视恭敬的修士 可什么时候 修士会管他们这些最底层的晚衣女工了 不辛苦 不辛苦 习惯了就好 也能吃饱 只要活记不出差错 倒也无人打骂 旅工小心翼翼道 怎么可能不辛苦 整个王府进千人的衣物 从早忙到晚 吃饱倒是可以 吃好就是扯淡了 咸菜豆腐青菜就是标准 去晚了就只剩刷锅水 至于责罚打骂 在这种地方能避免麻 哪怕你衣物洗得再干净 又如何能控制上面管事之人的心情 李基梅再继续深入 他这具身体 在年少时也曾在皇宫晚衣局里带过 其中酸楚 哪有不明白的 没想过出宫麻 我们 先师 我们这样的人 出宫生存不了 没人要的 女工苦涩道 像他们这样人过中年的宫女 出去后良家谁人会要 能嫁的 也就是些破皮混混破落户 还不如不嫁 所以 晚衣局的女工一辈子老死在这里的可不在少数 那个人 脚上有镣铐的 是怎么回事 李基终于问到了重点 在完全失去防范之心的女工断断续续的回答中 李基总算了解了豆腐装这一世悲惨的遭遇 同方城李亲王是个长寿的王者 今年已近70的他依然精神绝朔 日十八斗 十三年前 李亲王去海外寻仙 其实就是跑去苍浪阁想买些盐寿丹药 败幸而归 在南海边某个村落偶遇了一群海女 海女 也可以理解围捕鱼女 只不过他们更多的是在近海捞被采猪维持生计 老亲王看到这些健康鲜活的底层劳动阶层女子 不知怎么想的 竟然动了收到王府的念头 也许他叫的 通过那这些皮肤有黑的女子入后宫能让他沾染上一丝年轻的活力 当地的官府着力巴结 在附近几个村落里收罗了十二名年轻的海女送去了王府 其中就包括了当时年仅十五岁的孤儿芳外 海女们并不情愿 已经习惯了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他们没在王府待几天 就策划了一次鲁莽而仓促的逃亡 结果是注定了的 他们很快被抓回 三个年纪较大的主侍者当场被杖杀 剩下的九人被戴上脚铐扔到晚依局自生自灭 时间一长 后宫娇妻美切无数的亲王早就忘了这群海女的存在 也早就忘了他曾经荒唐的想法 各种各样的意外有意的无意的自杀的 十三年下来就只剩下年纪最小的方婉一个 但现在的他哪里有伴四二十来岁芳华正茂的样子 说是个三四十岁的妇人一点也不过分 他还在坚持着也不知道在坚持着什么 若不是晚依工众多女工的暗地帮助 恐怕也早随他那些海女同伴走了吧 这就是方婉 豆腐装这一世的转生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李基已经完全平静下来 他突然明白老直说的九世情缘 和他理解的似乎不太一样 情 也许并不一定就是男女之情 也许也包括其他一些东西 这些是后话 现在的豆腐装 即使已经转世 失去了前生的记忆 但李基相信 一些灵魂深处的 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不会变 从他那双眼睛就能看出来 所以他没有马上相认 他也没办法和他相认 怎么说 说我是你失散已久的丈夫 那知道依楚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当头冲他抡下来 李基飞出王府 直奔汉海楼 苍浪阁驻守本城的大本营 他没有选择隐秘 而是直接硬闯 汉海楼静置瞬间被惊动 一阵鸡飞狗跳中 五个苍浪阁修士围住了他 二个星洞二个融合一个助击 在太平岁月已久的现在 有这样的反应速度已经是很不错了 李基踏前一步 浑身剑一搏发 滔天的杀意汹涌而出 惊得五名苍浪修士神色大变 简单的气势已交锋 他们就知道这人的极端棘手 这件修士怎么回事 轩辕和苍浪开战了麻 李基气势一发即收 在被五人围困中显得游刃有余 对当前两位领头的心动修士 唯为一级 轩辕李基 有时需苍浪众位师兄相助 还请不要推辞 第三百五十八章方晚的心愿 几名苍浪修士一愣 玄吉心中大松一口气 方才那番奇迹碰撞 五个对一个 几人却吃亏不小 你他娘这是来寻人帮手的 还是来打架的 不过在听到这个剑修报名后 几人心中的点点不满 立刻烟消云散 这是李基啊 寒鸭道人 清空世界鼎鼎 大名的清空一鸭 赌闯欲清门杀人全身而退的凶恶存在 在他手里吃点子亏 又算得什么 李师兄说那里话来 从来苍浪轩辕就是一家 师兄的事 就是我们的事 你只管说来 虽然这里只有我等五个 可一指幅书下 再聚几十个也不过请客间的事 我倒要看看 谁敢在北域地面 如李师兄虎须 当头的苍浪弟子大包大揽 其他几人也齐齐点头 都不是傻子 像李基这样实力出众 潜力无限的剑修 谁不愿意解释 有了今日帮手的勤奋 未来不定什么时候就用得上 这种机会如何可以错过 李基也不矫情 他此来就是为了让苍浪出手 因为在这地方 只有取得苍浪的谅解 才有四亿的本钱 否则留下一屁股烂账 回去后大象真人非打他板子不可 我有一至亲之人 十三年前陷于李亲王府中 受尽折磨 今日李基来 便是想与各位苍浪高地相商 我欲杀此聊 诸位师兄能否行各方便 我还以为多大个事 领头的苍浪修士说了一句 又觉得不太妥当 实话说 对他们而言 杀个把亲王那真正是不算回事的 可是这毕竟是轩辕之人 杀的又是皇族 这 他在这里犹豫 旁边他的师妹 另一名心动修士脑子可比他好使多了 李师兄说杀 那就该杀 不过为避免伤及无辜 不如师兄等我等稍作安排 另外也可传各口信于王城 毕竟是皇族 青鸟性速度很快 一来一去不过才一刻功夫 李师正好把王府诸多力量安排完毕 正好师兄行事 不知李师兄以为如何 好 正该如此 李基不是不讲道理之人 人家给了面子 他也不能胡搅蛮缠 左右不过一刻种的事 青鸟传信 是清空世界很高端地传信方式 不遇大事一般不用 李基也只用过一次 还是在新月福地现身重为之时 现下苍浪阁为他这点子 屁是动用青鸟传信 是为他这个人 而不是这件事 面子给得很足 领头的苍浪弟子 对那位助姬吩咐道 你去 把亲王府卫队 护城军等王府力量通通调开 控制王府内的大小官员太监 都不许离开 对这位老儿迷奸的亲王 其实大家都是很逆位的 位置就那么一个 你说你老站着算怎么回事 总得给后来者一些机会吧 现在倒是正好 趁这位建修的私人恩怨一举除之 至于在王城的经丹师叔同不同意 他才不担心呢 等青鸟回信时 恐怕下一位助进王府的人选都定好了呢 青鸟性飞快 王城离这里也不算多遥远 不到一刻 青鸟回信极致 领头修士扫了一眼 递给一旁的师妹冲李基一拱手 李师兄 今日王府空虚 你尽可随便失为 李亲王府内 晚一局 一群女人还在为刚才那名莫名其妙的仙师而叽叽喳喳 只有方婉却充耳不闻的挥动逐一处 却见天空中有为光一闪 那名仙师又飞了回来 众女工正惊一间 李基却直接走到方婉面前 抬手一点 那不过凡物制作的锁链尽成碎末 迎着方婉惊讶的目光 李基轻声说道 若想报仇 便跟我来 说吧 缓步就走 方婉一时间却没反应过来 直到旁边女工们劝她不要去的声音才惊醒了她 看到脚下那根禁锢了她十余年的锁链 现在变成一堆灰灰 在想到那些记忆中熟悉的脸庞 方婉一咬牙 提起倒衣橱就走 对身后女工们不停地劝告声充耳不闻 李亲王在豪榻上翻了个身 怎么回事 扇扇子的人跑哪里去了 这些杀财 以为她睡着了竟敢偷懒 回头非得打死几个才能让这群烟脏货长长记性 晚宴上酒吃的有些多 现在口渴难耐 李亲王翻身起踏 口中喝道 来人 取水来 没有人回应 这怎么回事 平时她酒醉酣水 旁边每时每刻都有人事后 今日确实齐了 扇扇子的跑了 端茶凤水的也跑了 李亲王府的规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随便了 路易上头 李亲王走出寝宫 抬眼一看 银安宝殿同样的空无一人 真是活见鬼了 那些职守的卫士们呢 跟太监们一起私奔了 李亲王揉了揉眼睛 这是在梦中不成 不对 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 难道是政变不成 可谁又敢 五十年亲王之位 同方城上上下下早已被他经营的铁桶一般 谁又有这样的能力 他心中莫名地生起一丝恐惧 这次他走出了银安店 店外宽大的广场上 数十盏巨大的铜灯熊熊燃烧着 但还是没人 成卫军呢 应该顶亏代价不断巡视的假事呢 李亲王现在早已经忘了饥渴 他愤怒地冲着广场大声喊道 来人 来人啊 真的有人来了 一前一后两个人 前者高大惊悍一身道袍 后者却是个女工 衣着服饰最底层的女工 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跑到银安店来 李亲王的恐惧越来越深 他冲着两人大喊 你们是谁 退后 退后 本王的卫士何在 那两人一语不发 只慢慢地靠近 尤其是后面那个女工 双眼中散发出仿佛饥饿很久的恶狼看到鲜美食物的眼神 他的脚步机械僵硬 但一步步走来却是分毫不差的一尺半 李亲王眼看着他们的靠近 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 他想转身往回跑 请供有宝剑 有呼唤吓人的船绳 但他却绝望地发现自己一步都动不了 别说跑 连转身都做不到 他已被李机器机锁定 第359章回家 方腕的力气并不大 一个没有任何底子 营养不良的弱女子能有多大的力气 但是多年的挥舞倒衣橱 却能让她的几打把每一分的力气都用在实处 李亲王面对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 倒衣橱准确地披砸在她的左太阳穴上 亲王脑海翁的一声 鲜血似箭中摇摇欲坠 然后是第二下 第三下 意识迷糊中 她只听见那个女人嘴里疯狂的声音 这是为韩怡 这是为卢婶 为小玲 为海珠 李亲王在最后失去意识之前 都叫得自己真的是十分的委屈 韩怡 海珠 这些是什么人 完全和她没关系啊 亲王的脑袋变成了一个烂西瓜 方腕停了手 柱竹衣橱 放声痛哭 13年了 所有的责罚打骂她都没有哭过 姐妹长辈一个个的离去她也没有哭过 今日 始作俑者被她活活打死后 她希望那些一起在海边长大的同伴们如果有在天之灵 能在天上看到这一切 李基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这等程度的血腥已经完全不能让她的心境有任何的波动 等女人的哭声转弱 她才发声 如恶魔引诱他人犯罪一般 还有谁 方腕猛抬起头 是啊 手恶虽然该死 但那些帮凶呢 那些时多年一直在折磨他们的太监管事呢 靖世房大太监黄中 好 两个人一前一后 向靖世房走去 月色朦胧 照在两人身上 拖出长长的影子 却仿佛恶魔降临一般 今夜 王府注定无眠 同方城外 一马一车 李基正和几位苍浪的修士作别 王几位师兄高义 李基知仇才能的报 道谢的话我不多说 他日有缘 我们再把酒言欢 几位苍浪修士纷纷行礼作别 不过五个区区凡人 一名亲王 三个太监 一个外管事而已 随便一个修士都能随手碾死的蝼蚁 又算帮了什么忙了 不过文明不如见面 见面远胜文明 原以为李基会学习整个李亲王府 亲王的妻妾子女都脱不开独手 没诚想却只死了五个元凶和帮凶 这份心境定力 真正让人肃然起敬 车市双马大驾 用了些修针手段 所以减阵良好 旅行不会遭罪 李基也曾考虑过是就地让芳婉调养一段时间 还是立刻回返轩辕 最终 他选择了即刻启程 芳婉的身体健康状况很不好 非常不好 这不仅仅是受人责骂毒打 营养不良的原因 并跟自他11岁随村人做海女入海采株时就肿下了 凡人入海采株 潜入树杖 甚至食树杖的海底事件非常危险 对体力要求格外高的职业 这个世界没有潜水设备 海女们本来的生活条件也很有限 所以自古以来 海女的平均寿命就不高 从未超过40岁 这就是普通贫穷百姓真实的生活写照 为了抵御水下的寒冷 海女们在入水前都会服食一种叫肺深散的药物 这是一种烈性的撞火之药 能激发人体潜能 短时间内不惧海下寒冷 代价便是 海女们普遍患有热毒之症 肺深散 可不是什么金贵的药物 贫穷的海女都能买得起的 又能是什么好东西了 听说都是各门各派炼丹剩余的残渣所致 连修饰那般强悍的身体 一段时间服食丹药后都要特意的去除单独 普通凡人长时间服用这些药渣对身体的损害可想而知 方腕服这东西服了五年 热毒之症已侵入骨髓 需要比较特殊的环境来调养 比如 寒冷而又灵机充沛的轩辕城 礼机的打算是先让他在旅行中散散心 接触一下这个世界 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风土人情 不管是什么病 心情都是最重要的 心死 则一切去修 然后再直接驾驭飞行法器飞回轩辕 他可没想过就这样靠双马就走过这数万里的行程 方腕很少说话 只是睁大眼睛 看着外面的世界 高山大河 雄城高楼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 有意识奢华的大家子弟 更多的是和他一样在田间劳作的普通百姓 他这辈子没什么见识 年少时就在海滨渔村采株 然后便被关进王府晚一局 一辈子见过的人可能也就将将过百 但在他心里 这世界最壮丽无忌的 还是大海 生他欲他的地方 他从不问这个道人会把他带到哪里 不重要 他是孤儿 早已无家可回 熟悉的人在这十来年间都走了 就剩他一个 所以 无所谓 他没有姿色 也没有能被人亏去的家产宝物 有什么可再失去的呢 自这个道人莫名其妙地帮他报得大仇后 他便心无所机 无非一条命而已 道人要的话 拿去好了 这个道人对他的态度让他十分不解 怎么说呢 就像是对待自己最亲的亲人 可芳婉活这么大 他很清楚自己没有这样的亲人 从他早时的父母再往前推十倍 似乎也没有出过这么出人头地的人物 而且 这道人看他的目光很特别 是那种让女人脸红心跳的感觉 芳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作为女人 这是本能 这怎么可能呢 自己没有姿色 不够漂亮 皮肤有黑粗糙 没有家事 没有学士 没有风度谈吐 以这个道人的地位 就算是找个像郡主芳婉那样的女人都不是男士 又怎么会万里迢迢地跑来帮助他 可他就这么做了 道人话不多 却很细心 沿途的一切都打点得井井有条 他能吃到最可口的食物 穿最好的 往常只见王妃王女穿戴的绫罗绸缎 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可他真正怀念的 却还是在海边和姐妹们一起赤山入海的生活 可惜 他回不去了 他现在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进行潜水这样的剧烈活动 只有在海边 才是他真正向往的自由生活 现在的他有自由麻 他不知道 也不敢问 一路上 方婉能感觉到 隐藏在这道人身上的巨大能量 无论是修士 还是城主都督 都对这个道人敬畏有加 那种畏惧 就像他们畏惧大太监 新王 那是对执掌生死的畏惧 他到底是谁 要带我去哪儿 他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 方婉百思不得起 第三百六十张日子 方婉百思不解 李基其实也很无奈 他实在是无法把他和豆腐装监的关系 用一种凡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讲给他听 乱人心境 还不如不讲 走了一个月 眼见方婉的气色逐渐好转 说话也比以前每天要多那么几句 他决定不再拖延 一个清晨 在方婉惊恐而又新奇的目光中 李基带着他驾驭法器 开始向北全速前进 不是每个人都对飞行充满向往 这世界的凡人中 晕高的比比皆是 但方婉显然不属于这一类 最开始的惊慌过去后 他很快便适应了飞行 看着下面的山川 河流 城市在急速飞行中飞快倒去 他仿佛觉得 这是一种很正常 很熟悉的感觉 这是根植在他灵魂深处的东西 只不过以他现在繁俗的身体 永远也无法发觉出来罢了 李基在一旁默默地观察 喜欢飞行 这是个好现象 鉴于方婉的身体状况 李基选择了半日飞行半日休息 如果不是凡人太过敏弱的身体 一次传送就能解决的问题 又何必搞得这么麻烦 15日后 李基抵达轩元城 他没有去安然的府宅 即使现在他和安然 已经有了突破性的关系进展 也不应该这样去为难别人 而且 一路上他注意到 方婉并不喜欢高大豪奢的住宅 而是更喜欢那些低矮的 简陋的 离大自然更近更方便的住所 所以他在北城买了个小院子 说是北城 其实已经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中心 这里的院子七零八落的 互相间相隔很远 很安静 治安不是问题 在轩元城 从来没人会考虑这个问题 不存在 李基知道这个女人 想住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恩 渔村 靠海 可惜在这里他做不到 鉴于他的健康问题 气候因素对他很重要 灵机强弱倒是无所谓 这地方正合适 关于院子的买卖 家具布置李基全交给了韩鸭 两个字 简单就好 当天晚上 安然就带着果果来拜访 这个过往充满传奇色彩的女人 他们很困惑 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 姐妹 主母 还是其他方晚这辈子从来没到过这么高的地方 雪山 群峰 雪原 给人一种空灵 旷美到极致的感觉 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她叫的 雪原群峰 是这世界上唯一能和大海媲美的地方 她看到了安然 这辈子她都没见过比这女道更美的女人 王府中的那些阴阴艳艳艳和她相比 就是野质和凤凰的差距 关键是这女道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没有高人一筹的审视 没有盛气凌人的书教 让人不自觉的就接受了她 还有果果 一看就知还是个小孩星星的她 几乎立刻就和方晚抹去了距离改 他们 都很关心自己的身体 我的身体怎么了 不是很好吗 方晚很困惑 小于村不到40的平均寿命 让现在已经28的她丝毫也不以为自己有什么问题 方晚还有些自闭 不怎么说话 大部分时间 她都会选择倾听 这个世界对她来说 太大 太复杂 太陌生 二天后 小院一切收拾停荡 礼机作东 邀请几位朋友家人赴宴庆祝乔迁之喜 朋友没几个 安然 哦 这已经不是朋友了 果果 恩 这是晚辈 寒鸭 也是吃货一个 女主人 方晚 晚宴的别具一格在于 主厨是李姬 几个人在院中收校 有些担心的看着简陋的厨房中忙里忙外的李姬 这人不仅要自己下厨 而且还不许人帮忙 让熟悉她的朋友们对这餐晚宴的品质十分的担心 你们吃过她做的饭 寒鸭很担心 没有 在双方好像也没有过 果果断然道 没有 方晚轻声道 安然同样摇头 只听说过她蹭别人家的饭 没听说谁蹭过她的 几十年如一日 又看向寒鸭 寒鸭师兄 你们不是在一起烤过山猪吗 她手艺怎么样 寒鸭大摇起头 什么叫我们一起烤山猪 那是我一个人烤得好吧 从放血退皮套度翻烤都是我干的 她寒鸭就跟一大老爷似的 吃的还比我多 先生做的是什么呢 神神秘秘的 果果在旁边猜测道 谁知道 放在那戒里藏着呢 嘿 照我看 这丝也保不齐在城中最好的酒楼订的餐 一会拿出来就假装是她做的 嘿嘿 老鸭我吃遍轩辕成大大小小酒楼食谱 这可瞒不过我这张嘴去 等下便要揭穿她 扫扫她的面皮 几人在院中说笑 不多时 李姬涵果果端菜 一开始 都是寻常的干果蔬菜冷拼 材料普通 但刀法出众 搭配也很新颖 让人一看就很有食欲 和清空世界传统的做法很有些差别 这是李姬融合前世和玲珑上届的美食搭配 当然很是与众不同 盘鸭看着上来的这十多个新颖的菜品 幸幸道 这人去一届十多年 倒是学了一身厨子的本事 不过都是些成品半成品 主菜呢 主菜由李姬亲自端上来 一条长达近丈的玉植长槽 加上里面的食物怕不得有数百斤重 红的是油 白的是肉 青的是菜 滚烫的热油浇在青椒红椒麻椒上 还在啪啪作响 一股浓郁的麻辣鲜香扑面而来 这里一共用了十来条摇山雪湖特产的雪巡鱼 每条都在石巾上下 正是雪巡肉质最鲜美的时候 肉鲜刺少 这里除了芳腕 其他的都是修士 是大胃王 一二百斤鱼肉一点也不多 每一片雪巡 都被片长薄薄的一片 大小宽窄 厚度完全一致 对剑修来说 这种技艺根本就是当家手段 薄 才能快速入味 才能快速出锅不至于主老 和以前辅料有限相比 现在的李姬拥有两个世界的调味亭 做出的东西比之前是 更加的浓郁鲜香 这道菜品 正是当初在新岳福地李姬拿下豆腐装时的主打菜品 水煮鱼 把长槽放在桌上 气氛就像滚烫的鱼汤一样热烈了起来 李姬举着香腰 尝尝吧 的